香港政府總預算決議 國防部教育訓練業務預算凍結300萬元案 處理玩具 同意動支 並提報院會 二 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軍事教育條例第六條 第十六條及第21條之二 條文修正草案案 結果如下 第六條 照委員蔡世英等五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 將第一項墨具大專校院修正為專科以上學校 第十六條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21條之二 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配合第六條 將本條第一項第二項大專校院修正為專科以上學校 五 全案審查完郡 審查結果提報院會 院會進行二度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蔡委員適應補充說明 臨時提案一案 一 有鉛於我 軍事教育 院校對於現有中國軍事研究能量不足 考量培育國軍戰情研修人才之需求 見請國防部應景蘇舊增設中國軍事事務研究所一事規劃推動 提案人 王定宇 羅自正 陳廷飛 蔡世英 呂孫林 劉世芳 決議照案通過 以上宣讀 好 請問一下各位委員對於上次會議議事錄有沒有遺漏或錯誤的部分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議事錄確定 那請議事人員宣讀報告事項 宣讀本日議事日程報告事項 二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關於0.2.19未信民眾遭違法搜索扣押案 即03.01國防部政治作案局 發放獎勵金案相關文件調閱專案小組 已完成調閱報告書及處理意見 並經召集人和第三在案 原提報本次會議 三 處理院會交付國防部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一般裝備向下 裝部戰鬥車預算凍結1億元 提出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案 以上宣讀 好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報告事項第二案調閱小組的處理意見 有沒有是否同意被查 王定宇委員 現在在處理你的那個 未信民眾的這個報告案 各位委員有沒有同意被查 好 沒有其他意見齁 那我們就同意 那第二案的部分 所謂的裝部戰鬥車就是指我們的雲報的部分 各位沒意見 來 要按照次序嗎 因為我有意見 你最短的 不不不 我們怎麼處理 我是建議你們到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錄影比較方便 好嗎 那王委員先 然後再羅志正 在我 再蔡世英 博次長好 這個案子 這個凍結1億是相當大的金額 那我本席這邊有幾個問題 根據你們要解凍說 有跟原提案的蕭美琴委員溝通過 認為凍結的理由已經消失 我們今天早上呢 羅志正委員 蔡世英委員跟我本人 當面跟蕭美琴委員查證 她完全沒有收到你們任何的溝通 所以你們在報告變成在呼嚨本委員會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問題 蕭美 蕭委員早上我們簽到完 跟她查證 她對這個解凍案完全不了解 她也不認為解凍的理由已經存在 另外呢 在這個案子裡面其實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這個不能怪你們軍方 已經查到中心 她用了中國制的臨配件混沖 已經查到了 檢察官也起訴了 結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解釋 竟然是要等一審判決才能暫時解約 才能暫停 如果在一審還沒有判決之前 原契約仍然存在 意思就是這個拿中國零件混沖原料 這將來會害死我們國軍弟兄的廠商 在一審判決前 她根據契約她還要繼續供貨 這不是開玩笑 檢察官已經起訴了 結果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的機制 是在一審判決以後 這個其實很大的問題 因為合約還在 她就必須按照合約 如值如期的交貨 而這個廠商已經查到了 濫於充數 用中國制的裂品混沖零件 也移送了 所以我是覺得 公共工程委員會對這樣子的解釋 事實上包含在眷村改建 我們發現有行賄收賄的狀況 也是這樣解釋 就讓一個已經被查到不良的業者 繼續從事這樣的行為 所以那個部分我覺得我們 立法院應該要要求公共程委員會做個修正 原契約還在 但是至少 應該要暫停他的行為 該停建的先停建 該停止供貨的供貨 但停止期間 可能會造成我們 建軍整軍的 的時程跟進度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履約保證廠商 這一套機制你們應該要提出來 否則我要是你們會毛毛的 這個已經抓到了 移送了 起訴了 罪證確鎖了 一審判決的時候等一年多 一審判決的時候等一年多 禍都公完了 你們對這個 你們應該覺得這個是不妥的 是 謝謝委員的指導 請問您是哪一位 是 對不起 我是那個 廣布軍備局獲得管理處處長 歐陽力情燒假 理論上你們次長要站在你旁邊 對啊 是不是次長一起好嗎 委員長我想這個問題 我們軍備局 在委員所提的幾個疑慮 我們請軍備局的承辦的處長 跟委員做個報告 主長請說 首先謝謝委員的指導 那麼我想說先說明一下 可能因為我們這次跟那個蕭委員 在這個溝通上面的話 有還是沒有 這就是一句話而已 有溝通還沒溝通 辦公室的主任跟助理來做溝通跟協調 所以這一點的話 可能是我們一個疏失 所以我再跟你講 因為事實上包含你們的AAV7 那個是海軍的 海軍的登陸艇 你們簽的合約 那真的是可以讓廠商過 也可以讓廠商不過 那個細節我另外再首先跟你講 基本上我對這個預算 我認為應該繼續凍結 因為目前我沒有看到改善的跡象 我也沒有看到解凍的理由 我更沒有看到溝通的過程 所以這是本期的意見 謝謝 再來羅智政 是 委員我想再說明一下好了 可能再用一點時間 是 就是有關於這個 在整個合約上面 因為按照採購法規第68條的話 確實 你可不可以等一下 是 你太急了 是 那個等一下請你回覆的時候 再一起回覆 好嗎 好 謝謝 羅智政 主席 那個有兩個重點 剛才第一個已經提到 就是說 那個蕭美琴委員 今早我們特別三個委員 一起來請問他 到底國王部有沒有跟他做說明 那禮拜四 上禮拜五的時候 國王部跟我們講說 你們已經跟蕭美琴 溝通過 他同意解凍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可是跟我們今天早上獲得的訊息 是不一致的 甚至是完全矛盾的 這點可以先說明一下 蔡文有同意嗎 蕭美琴有同意嗎 本人的話 他不知道這件事 他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他不知道 我們剛剛詢問過了 他是跟我們的話 這個相關人員是跟他的助理 跟他的主任來做報告跟協調 然後他們同意 所以的話 對所以的話 委員不知道 他的主任跟秘書有同意 解凍 他們是知道 對 是 那你們有沒有確定 包委員 我想這個問題 這個蕭美琴委員那個地方 我覺得我們是 國王部事實上 應該是委員要首肯 我們才能夠排 當然 但是我想我們承辦單位 他可能是誤解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自己檢討 所以說 蕭美 蕭委員說他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這個絕對是我們的書 我們檢討 這有關於後續所有的 應該是提案委員 要跟他做聰明 委員的首肯才能排解 當然是 這個一定是一定的程序 這點我們檢討 不是說跟主任跟秘書 然後就是他們都同意就同意了 是的 因為蕭委員長說他完全不知道情況 是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當時凍結有一個理由 要求你們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調查小組 對不對 調查小組目的是要 驗證各項系統是否符合原設計要求 並向廠商提出球場 對不對 這個動作有沒有 有 目前我們都有成立相關的小組 好 那你們的報告 他說你們已經成立一個小組 然後呢 實施複試驗證作業程序簽認 是 經查均服程序 是程序的調查還是實質產品 有沒有符合要求的調查 我們在程序上面 跟產品實質的驗證上面 都有做複試驗證 所以你這邊講 軍查均服程序 是 以及所有的這個 那你就沒有寫啊 這些程序 你們就要 你們就要好寫清楚啊 是 不只是程序符合 更重要的是那個有沒有符合 原設計要求啊 是 那如果這樣就問題出現了 你們認為它均符合原設計要求 可是它用中國的產品 到底有沒有違法 不跟我原報告 到底有沒有違法 目前的話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車子的話 請小心回答 因為你的話可能會成為法律上 到時候中興電工跟你 在司法會應對的時候 用你的話 是 謝謝委員 那麼向委員說明 那麼目前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 巴倫甲車的妥善率 均超過90% 那麼我們也統計了 這麼多年來 我們交裝之後 這個動力底盤 到底有沒有這麼高的 我再確定一句話就好 是 中興電工設計的 有沒有符合原設計要求 目前的話性能是符合要求 沒有 就這句話 如果法官問你 中興電工這個設計 有沒有符合原設計要求 目前是有 目前是合夥 什麼叫目前 那以後就不會了是吧 不是 因為現在我所接收到的 部署出去的 在部隊裡面服役的 都是符合這個要求 因為 你們現在都驗收了對不對 我們目前的話呢 還有部分還沒有驗收 因為他還在陸陸續續叫 重點來 那你們現在這個官司 到底怎麼打 你們要告他什麼 你們告他什麼 因為在走到司法程序 你們告他什麼 混沖中國的這個 原產品 成品 原料是不是 是因為現在台中地檢署的話 確實是依照這個 這個的方式來做起訴 是的 那你們這邊講說 他符合原設計啊 沒有問題啊 是 因為 財中地檢署的話呢 也到了這個 我們的這個 病人中心級 二零九場 我們三中心二零九場 來做這個 所謂的抽驗 那麼上一次的 在去年的話呢 他們也抽驗了一批 發覺到說 有部分的方向機 也部分的這個 那個接頭 可能有些問題 但是因為 我們也跟他說明了 這當初的話呢 是因為他的這個 部分的步驟 跳過之後 所以的話呢 在測試上面 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又重新測過之後 都符合 那麼目前的話呢 部署出去的 那個兩百多輛車子 目前兩百五十輛車子 目前的話呢 都是符合這個需求 這個性能規格 其實我跟王委員 同樣的看法 這個案子 在還沒有很多都沒有釐清之前 可能暫時還是保留動情 第二個就是說 有關國軍相關採購的部分 很多不能驗收 你們都是用所謂的 拿中國的這個劣質品 或等等來混沖 其實我坦白講 我們現在都知道 在全球化國際化之下 要找到一個百分之百 台灣的已經找不到了啦 它難免有些東西 可能從別的國家 也未必中國啊 可以放在裡面 但是對於什麼叫中國製 什麼叫台灣製 這一塊 真的要稍微 有一個更清楚的釐清 或者我看到很多 來陳情就說啊 你們動不動 不想收人家東西 就理由說 裡面有中國製的 裡面有中國的產品 這是有問題的 這一塊可能在未來 採購上怎麼處理 另外一個請問一下 最後一集 那個中心電工 有沒有被列入工程會 的黑名單 現在目前的話 還沒有 因為 為什麼沒有 你們都已經覺得 這是有問題的了 是 因為目前的話 因為就是一審判決 這是按照採購法規裡面的 然後之後的話 那我問你 現在這個時間點 有沒有中心電工的案子 在進行 就是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有沒有繼續標國安部的案子 目前我們知道的話 目前我這個案子的話 以我現在這個案子的話 除了在這個底盤 再繼續交貨以外 其他的話呢 我想請採購 有沒有 就這個案子發生之後 中心電工沒有再繼續標大案子 在國防部裡面 報告目前是沒有 沒有 目前有這個 就是動力底盤的案子 現在正在還在交貨 OK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我想喔 就這個國防部來這個105年裝備的裝甲步兵車凍結一役的部分 那本席是認為應該繼續凍結 為什麼 按照這個原始的 我們在第八屆會期所做的決議案裡面 他是講得非常清楚 大概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要求就是說 國防部應該要就這個事後的整個新的評估報告送來本會 第二個就是等到一審判決結束之後 那目前這兩件事情部分 就國防部的說明就是後面這個半夜的內容 事實上我們認為說 你並沒有將完整的測試報告送到本會來 所以第一個 本席是認為建議不應該予以同意 第二個就是說 居然我們立法院決議在案 就是等他一場判決結束之後再予以動之 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判決 所以我認為是不應該予以動之 第二個 我想剛剛聽到我們國防部的說明 我會給你們一個建議一下 事實上 很多公共工程採購的相關 才出現問題的時候 對於所謂的驗收單位來講 事實上是可以有很多行政的程序 將這個時間延緩的 所以事實上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絕對沒有說什麼 一審判決還沒決定 你們要急著要求立法院解凍 這個事情是不存在的 其實你們只要把它的驗收 嚴格驗收等等的話 到第一審判決 其實都已經快出來了 我想問一下 一審判決目前審查的進度 你們有沒有去掌握到 就是法院開庭的進度 開過幾次庭了 報告委員 目前這個還在偵查的階段 所以對於這個 還在偵查的階段 不是已經起訴了嗎 是已經起訴了 所以說在後面 我問你 你知道什麼叫偵查 是是是 什麼叫偵查 委員不好意思 剛剛的說明可能有點誤解 對 就是說這個已經起訴了 起訴了 法院開幾次了 法院的部分我們現在 法院開庭你們有沒有人去啊 我們沒有去 你們也沒去 所以法院開庭都跟你們沒有關 你們就等一審的判決結束 只要反正檢察官去處理就好了 國防部都無所謂 沒有 我們是隨時配合 如果法院有要提供相關的資料 我們都會 所以你這樣講 感覺巧合這件事跟你們沒關 你們是被 你們好像是無辜第三人路人甲一樣 你們要去現場聽啊 你們自己要去了解整個狀況啊 再來就是說 這個原始的承包商啊 他目前去提供供貨 給我們國防部的這個 軍品使用嘛 對不對 然後你們檢查合格嘛 對不對 當時我們的主張是說 因為他的零件 來自於中國 所以要求停止嘛 他新的零件 現在來自於哪裡 跟委員說明 因為目前的話 我們當初 整個系統來的話 他是整個大系統 包括輪胎啊 包括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對 要求裡面的零件 不能有中國製的嘛 我們當時是這樣要求嘛 是 所以 當時對那幾件零件 要求不能有中國製之後 你要求他變更 他現在零件來自於哪裡 現在目前的話呢 他還是整個這樣進來之後 是啊 那零件呢 現在零件裡面的話 還是中國製的嘛 對不對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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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沒有查嘛 所以沒有查 你到目前為止 你也不能確認 到底是不是仍然是中國進口的啊 所以我才說 你們去查他的零件 你們去查他幾個所有 因為我所了解說 那幾個零件 標道的廠商並沒有在台灣生產 所以你們要去了解清楚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這是 這也是我們在第八屆做的決議啊 所以你都沒做啊 所以我認為這個案子 應該繼續余語 繼續凍結 以上謝謝 謝謝 好 下一位請劉世帆委員上台發言 我想確認說 在台上的是不是還有包括海軍司令部的參謀長 請 這件案子呢 我跟所有的委員一樣喔 我覺得還是疑雲重重啦 我先請問一下 整件案子呢 如果全部都執行結束的話 所要用到我們國防的預算到底是多少 是八十億還是四十八億 今天的話呢 我們現在目前的話呢 今年的總共八輪假車的話呢 是四十四十 將近四十八億四十七 不是我是全案 全案如果全部都後續擴充的話 總共有三百三十四套 是不是一定要用到八十億五千多萬 這件案子起案的時候 因為你們用的是最低價 對不對 然後如果他繼續擴充的時候呢 又變成用限制性招標來參標的資格 所以總共你要用到八十億五千多萬 也就是中興電工的不實合約 如果沒有被地檢署起訴 或者是有其他的後續的這個司法偵查動作的話 後續我們還是會用中興電工 以及其他的校包廠商 繼續做我們的雲爆戰車 是不是這樣子 尤其是動力底盤的系統 會員委員知道 那麼目前的話呢 我們整個獲得方式已經 現在是重新考量 可能不採用這個擴充條款 怎麼樣的重新考量法 你依據什麼樣的法令重新考量法 在你們最低標裡面 其實只有講到說 不可以有其他的這個大陸地區產品 跟僱用大陸地區人士或非法外勞 但是我從另外一個面向 就是說你們最低價得標之後 不管他後續有沒有什麼狀況 譬如說這邊的張光明 許清順 他們以前有曾經行匯軍方 甚至有所謂的 二零九山上文化 以往軍事如此作業 二零九參謀長 二零九是指哪裡你知道嗎 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零九場 參謀長是哪一位 應該是陸軍參謀長 陸軍參謀長 對不起 二零九是指什麼地方 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零九場 好 沒關係 來 二零九是指哪裡 就是生產製造中心 就是生產製造中心的第二零九場 我是要問參謀長 是 參謀長您知道嗎 那什麼叫二零九山上文化 二零九這個我是不了解 因為這不是我們陸軍單位 是 您不清楚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這個是地檢署 台中地檢署的起訴書 他是這樣說 二零九山上文化 以往軍事如此作業 若正式作業執行 勢必將問題公然反應 以上所述軍事無法避免的費用 應該私下執行 所以在那起訴書裡面 針對三千一百萬的部分 總共起訴了將近十個人左右 那裡面還有我們退離職的 公研院的人 或者是我們自己軍方的人 針對這件事情 目前國防部為了要解套的部分 就是說蕭美琴委員已經被報告過了 其實沒有 我覺得這樣的推托 只是為了要解凍一億元的預算 其實這個國防部的文化非常不可取 非常不可取 所以我再問一次 剛剛有委員 還有我自己也認為說 第一個 有沒有可能 不必再跟中興工程續約 有沒有可能解約 我們國防部 有沒有其他的法律的人過來 幫委員 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後續的採購的規劃 如果這個中興電工設法 確實有設法的施政 不是 現在 來 我知道 你都了解 我們現在如果到法院去判刑確定的時候 可能要經過兩年三年 那你們的預算永遠都會被凍結 現在我們要求的是 麻煩國防部 去跟公共工程我們商量 如果我們認為 這個履約的廠商 已經涉及違約 不一定是違法 違約的話 可不可以半途解約 我們另找他人 不要讓我們這樣子不好的文化 不好的採購 最低價的採購 繼續來破壞我們陸軍弟兄 為了要使用雲爆戰車 好嗎 外面風風雨雨 從我們的蔡總統上任之後 我看所有我們外交國防委員會的人 天天都有人在講雲爆戰車的事情 結果國防部還是沒有辦法處理好 另外一個 包括國軍內部 有沒有其他的懲處動作 或是其他的行政調查的動作 我們也沒看到 那輕輕一句話帶過去 就說上一屆的蕭美琴委員說 已經可以解凍就解凍 這樣不對吧 來 是 貨管處是 是 貨管處長 在這個之後的話 那麼2019廠內部的人事的話 做調整 廠長的話立刻就調離限制 我們廠長的話 2019廠長相關的人員都有 然後另外就是採購負責人員的話 也做過職務的調整 那個調離開2019廠的這些 那現在下面的繼續的採購事項 或是其他的履約事項是誰在負責 還是2019廠是嗎 現在的話呢 我們是採一個富士編組的方式 那麼現在不只是2019廠 生產資料中心 軍備局 以及國防部各聯餐 還有陸軍 我們整體的話 還有我們的法律 法律事務司 然後總督大長是 聯合編組 一起來來執行這個案子 這樣好嗎 我再建議一下 當然有法律的人員加進去是最好 另外我會建議喔 公共工程委員會幫我們推薦一下 具有合格採購法律的相關人員 來幫我們的忙 好嗎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如果國防部也希望尋求解套的方式的話 不再續約是一個好的方向 不要眼睛蒙著 然後就80億就繼續這樣下去 我想這樣不好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那各位委員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對於國防部所提出的 這個裝部戰鬥車凍結預算 是否同意動之 好 繼續凍結好嗎 好 謝謝 好 請議事人員宣讀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審查本院委員蔡世英等23人擬據 陸海空軍勳賞條例第6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以上宣讀 好 好 那我們介紹與會的立委 羅智政委員 呂孫玲委員 蔡世英委員 陳廷飛委員 那今天有列席來參與今天的 有常務次長柏洪輝中將 總督察市副總督察長吳寶坤先生 資源規劃司司長陳正琦先生 軍備局副局長陳建彤少將 軍備局貨管處處長歐陽立行少將 主計局稅計處處長劉明山少將 政治作戰局鄭重處長劉可雲上校 戰略規劃司軍編處長柯永森少將 法律事務司法規處長戴天鵬先生 採購市裁管處處長鄭文正少將 訓練參謀次長市訓練處處長林文煌少將 仁市參謀次長市次長徐延浦中將 情治市情研中心主任王少華少將 作戰級計畫參謀次長市房資處長陳水成上校 陸軍司令部參謀長全子瑞中將 海軍司令部參謀長梅嘉樹中將 空軍司令部參謀長範大為少將 電訊發展室主任劉德金中將 國防大學政戰主任蔡成棟少將 還有國安局的人事處組長王可維組長 教育部劉家蓁專門委員 法務部劉英秀參事 人事行政總處呂士一專門委員 海巡署單名發副處長 內政部檢獄金還是檢獄率 科長 檢科長 主計總處專門委員曾煥動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請蔡世英委員 就陸海空軍欣賞條例 第六條修正案修法意旨做報告 請 主席各位委員 還有我們各位國防部的所有的長官大家好 那很高興市議員在這邊領銜提案 對於我們的陸海空軍欣賞條例的一個修正 那因為現行的陸海空軍欣賞條例 在民國41年1950年5月修正公佈後 到寂靜為止 有接近60餘年的時間 都還沒有重新再做修正 法律的適用情形已經因時代變遷 任務的更迭而有所改變 故不符合法律與實務 體察實行的原則 且現行的陸海空軍欣賞條例 第六條的規定 鍾永勳章不分等級 凡陸海空軍軍人 敵域外伍 英勇作戰 附上不對者搬幾支 其搬幾要件 僅是用於英勇作戰之行為 未將成平時其英勇行為之軍人納入 與現今國軍任務現狀有所相差 大幅的降低英勇國軍貨班的機會 例如 已故的空軍王同義王上校 莊培園莊上校 該兩人於飛行墜機前 奮力將戰機死離住宅區 延誤跳傘的時機 捨己救人 避免人員的傷亡 其忠有的行為令人敬佩 獲得國人一致的肯定與追從 而且2014年的電影《想飛》 以及今年國王部空軍的微電影 《我沒事謝謝你》 均有將兩人捨己救人的事情 作為題材 讓後年緬懷 唯因陸海空軍欣賞條例年久未休 使得兩人不符法律要件 而無法獲得忠勇勳章 與現實的情形與人民情感 強力的脫節 根據國王部的資料顯示 目前102年到104年獲得忠勇勳章的人數為零 由此可知 獲使勳章與國軍的任務編排並不容易 使得獲使獎的英勇軍人 失去獲得的榮耀機會 因此建議修正 陸海空軍欣賞條例第六條 增列第二項 賦予陳平時期頒發英勇勳章之法源 讓國軍官兵於非戰時期間所展現的英勇行為 也能獲得應該有的獎勵 另外也期許國防部 能針對目前所有勳章及獎章的規定 就不合時宜的部分也能夠通盤檢討 重新擬定 以符合我國現今國軍任務的編排 使其真正展現國軍英勇行為的軍人 能夠獲得應有的勳獎 來表彰其榮耀 以上謝謝 好 謝謝蔡委員 我們請國防部博次長 就陸海空軍欣賞條例第六條修正案做應對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先進 今天大園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 蔡詩雲委員等二十三人提修正 陸海空軍欣賞條例第六條條文 本人有機會應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首先 謹就各位委員對國防事務的關心與指導 表達感佩之意 修正草案條文內容 規範有關中勇勳張頒發要件 處在作戰時期亦適用成平時期 將來為避免如前空軍王同義 裝備員上校應避開住宅區 延誤跳傘時機 捨己救人之忠勇行為 卻不符合要件 而無法獲頒忠勇張之情形 建請貴委員會 仍支持大院以復委之提案 本修正案完成後 可賦予陳平時期 頒發忠勇勳張之法緣 使國軍官兵於執行任務時 為保衛民眾忠於職守之英勇新聞 獲得應有的獎勵 令有關本部辦理預算截動 剛才已經報告過了 那我們暫時保留 針對委員關切本案執行的現況 檢討及經濟等事項 本部經營決議 事項要求完成書面報告 乘送大院 敬請各位委員先進鼎立支持 使國防施政順利推行 本次修正查案有關內容 接續由本部資源師規劃師陳正琴先生 向各位委員做具體的報告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那麼針對各位委員先進提案修正 陸海空軍欣賞條例第六條條文 報告如後 以委員蔡世英等23人提案 修正內容 增定第二項陸海空軍軍人 於執行任務時 為保衛民眾眾於職守 自動表現超越尋常之英勇行為 足之經事者得由總統特令頒給之 國防部意見 同意採大院委員蔡世英等23人建議條文 報告完畢 恭請知道 好 謝謝 那我們就開始尋答 原力本委員是8加2分鐘 非本會員6加2分鐘 10點半登記截止 第一位請陳婷菲陳委員 請 謝謝主席 我們請長次 陳委員早 長次早 長次 長次 18號又發生了 我們的弟兄 又在自己的自小客車內燒炭自殺 怎麼一回事 報告完畢 有關於這個事情 我想 我們現在還在進入調查當中 最近國軍所發生的 所謂的制裁案件 非常的頻繁 那我們目前來講 各防署的機制 也都啟動了 但是仍然有這種情形發生 是的 但是我們 整個發生 光是在這4、5、6月 你知道發生幾件了嗎 4月份、5月份、6月份 現在已經發生了5件 發生了5件 真的 有做檢討嗎 我們來探討一下 我們來探討一下 是 今天在6月12號 發生的這一位蔡少校 是我們台南人 是 也在我的選區 這個小孩子 非常非常的優秀 父母親是非常的樸實 小孩子 蔡少校 從在讀書的時候 中正理工學院的時候 都是第一名 在你們軍中 她也都是特優 所以依照她的年紀 可以升到少校 真的不容易 這麼優秀的一個女孩子 但是當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國防部 是用一種態度 就是把責任撇清 為什麼這麼說 發生的時候 你們給媒體的訊息是說 是因為她阿嬤過世 所以她心中走不出來 錯了 就是因為這一句話 所以家屬今天要站出來 這個是她的遺書 是蔡少校的遺書 在這裡面 真的心在滴血 她說她已經從2月到6月 都沒有辦法睡覺 工作壓力之大 而且 就算吃了安眠藥 睡了三四個小時起來 還是一樣 她已經找不到人生的重點 但是從2月份到6月份 我們軍中都不知道嗎 我們都不知道說 她的壓力她的狀態 已經焦慮到必須就醫了嗎 我們軍中都不知道嗎 報告員事實上 在我們的調查報告裡面 目前還在調查當中 那我們也在同僚的口中 還有她的這個反應當中 事實上我們已經獲得 她在這方面的焦慮 還有她的情緒上的這種反應 但是我們非常遺憾 還是發生了這個漢事發生了 我想我們可能在防處機制上來講 我們國防部確實有必要有檢討的地方 整個所有的新府制度 是 我問了我們國防部 她說這個案子已經進入到 我們的新府管制當中 所以整個新府機制啟動之後 為什麼 已經2月到6月份 她的焦慮狀況越來越嚴重 不只如此 她對於同儕之間的訴說 甚至跟長官的一個來話的一個表達 其實她的焦慮感是越來越頻繁 可是為什麼我們沒有發現 我們居然沒有讓她強制就醫 這是一個在我們制度當中 一個問題欸 她這整個遺書當中 我聽到她媽媽講 我也流下眼淚 她媽媽說 在她家他們把她弄下來之後 然後送到醫院 已經昏迷指數3 然後 媽媽跟 這個蔡少孝說 你是不是把你最後的一點想法 都透過了這個遺書寫出來 這個蔡少孝眼淚一直流 她那時候是三 三極的昏迷 三度昏迷 她眼淚一直流 但是那時候已經沒有辦法說話了 在三度昏迷的狀態 當媽媽跟她說到遺書這件事情 說到她心中的壓力的事情 跟她說你為什麼在那個時間點 不跟媽媽說 她遺書裡面有寫 就是因為 跟媽媽說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心中的苦 所以她跟媽媽抱歉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束手無策 這真的不是說 今天我們看到那麼多自殺的案子 壓力 你們每一次都一定要先找一個理由 不是跟她講說情感就是家庭因素 但是我今天把這個案子拿出來 她就是壓力 因為她太優秀了 她太優秀 所以我們很多的案子壓力責任 可能都會交付給她 長次 國防部長在6月18號 有去到她家 來做慰問 來做慰問 部長也允諾說 要去做整個調整 要去檢討 可是當天晚上又發生了一件 我們怎麼辦 抱歉 其實我也很難過 因為她是我們的保護者 她的離開我們也不捨 尤其她住台南 我也住台南 可是這種情況發生 我們軍隊中 真的要檢討我們機制是在哪裡出了問題 我今天要這樣講 我們不是亡樣捕老 也不要推卸責任 我們的三層的防處機制是出了問題 強制就醫 或者是引導她就醫 這都是未來在我們規劃上 要鼓勵她說出心裡的話 我不瞞您說 過去我們軍院所調查 在這十年當中 我們軍隊中 因為在精神壓力 或者是工作上 情緒上的反應的人 將近有五萬多個人就診的紀錄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不是一件壞事 我認為是一個正面的一個表態 因為我們這五萬個人當中 我們從醫院走出來的 是很多很多人 留在醫院的只不過是少數 需要診療和醫療的治療的作用 我想今天發生的漢似 尤其是優秀的人才 他心理的壓力是沒有辦法 人家曉得的 對自己的要求甚高 我想未來在這種 工作壓力的環境情況下 部長也陨落 我們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訓練 還有在基層上工作壓力 列為今年年底的一個檢討重點 我們看看如何 把第一個 如果工作壓力大做調整 如果在心理上需要輔導的 我們怎麼強制他去就醫 我想這些也希望委員 多給我們建議 社會上的聲音我們也聽到了 我們也希望 在未來來講 我們軍隊中是一個健康的環境 所以謝謝委員在這方面 給我們的關係和指導 長次你剛剛自己也說了 我們的心腹機制 我們有三個機制 一問二應三轉接 重點是什麼時候要轉接 這個點這個關鍵點 這才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 所以我們心腹機制確實要檢討 我們光這幾年 說真的 幾乎每年平均一定都要15個案例 幾乎 那在最近在今年 那個頻率 讓我們覺得很擔心 很擔憂 是 所以一定要立即啟動所有的檢討機制 在過去每一個案例 我們每一次說你們說有在檢討 有在檢討 可是還是一樣持續不斷的發生 不斷的發生 我們都把責任撇開 說是個人因素 可是 我相信沒這麼簡單 絕對不是個人因素 我光拿這個台南的蔡少校 它不是個人因素 它就已經有那麼長的時間 我們國防部也確認說確實 我們再從我們國防部的資料 在我們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 105年5月份 需要中高度關懷群的一個統計表當中 我們現在喔 目前有671位 是要需要中高度關懷的 那這些到底什麼時候 從問到印要到就醫 這些階段要怎麼拿捏 這才是很關鍵的 所以如果我們心腹機制 沒有做好 沒有做主 這是非常危險的 很多我們的弟兄 不知道什麼時候 又會發生相類似的案子 所以家屬站出來是說 不要再有下一個蔡少校 這麼優秀 這麼優秀的一個 女孩子 所以 麻煩 我們國防部 真的不能再等閒失職了 一定要把所有的檢討 心腹機制 檢討徹底 這才能挽救更多我們弟兄 在他心情那一關走不出來的時候的一個關鍵 是 謝謝委員指導 謝謝陳委員 謝謝 下一位請蔡世英蔡委員 陳曲跟蔡英文 請... 跟蔡英文… 請蔡英文指導 蔡英文指導 那我想說剛才我們也聽到了 我們剛剛陳寗被陳委員講到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難過 那剛剛次長你也提到說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來改進 其實這就是一個指標 如何能夠做好我們這種心理的輔導系統 可以讓我們的軍人在這個心理輔導做得更好 就可以減少後面不幸的意外事情發生 那當然我們另外提這個修法案 就是有許多我們的優秀的軍人為國犧牲 可是他是在成平時期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 好 這裡有兩部電影 一部叫做《想飛》 他在講我們王瞳義王上校的一個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也是我們國王部所拍的 那次長你本人是空軍的嘛對不對 我也是飛行員 好 你也是飛行員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知道王瞳義王上校 後來是在哪裡不幸殉職的嗎 在法國 在法國 沒錯 好 那我們的莊培員張少校 在空軍官校 鋼塞 在空軍官校鋼塞那邊 那我想說這兩位後來我們有給予他們一個獎章 但是我剛剛提過了 我們希望國王部就這個部分勳章也能夠給他們 好 那我想問一下我後來翻閱一下 我們的整個勳章的條例 我發現裡面有一些問題 這一個是什麼勳章 市長你曉得嗎 這個是 是雲暉 雲暉勳章是不是 那個您後面 這國光獎章是 國光獎章 這是我們 勳章 國光勳章 這是我們 最高的 這是我們軍人能夠得到最高的國光勳章 是 那國光勳章總共有幾位得到你曉得嗎 目前啦 我想這個是聯義業館 對不起 聯義次長他有一個統計數字 跟可言做個報告 來 我跟你講 我現在問次長你看你了不了解 有五位 有五位 那五位是哪五位 你可以看得到這裡有五個資料 一個是蔣中正 一個是副作義 一個是周志龍 一個是余大 一個是何英卿 這五位拿過我們的國光勳章 其中啊 我們的副作義啊 還這個 最後還投共了 但是我們還是給了他國光 所以給了蠻諷刺的啦 後來有沒有繳回啊 收回 撤銷 報為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嘛 對應該是沒有 所以他拿著國光勳章 後來去接了中國北京市的市長 我記得是這樣子 好 那這一個勳章 次長你知道是什麼嗎 青天白日 青天白日 不錯 這個是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軍人很重要的一個勳章 目前為止啊 我們的青天白日勳章 有兩百多個人得到 兩百一十個人得到 那得到的人數算蠻多的 那哪些人呢 就許多我們的高階的主官 當過參謀長的啊 國防部長 市長啊等等 很多人都得過這個 青天白日勳章嘛 好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些都是我們平常都能得到 可是真正英勇衛國的軍人 並沒有被得到 所以我們才說修這個尋賞條理 好那接下來我要問的就是說 這是我們國防部的新聞嘛 就是我們要去接派里級的軍艦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預計在明年 把軍艦接回來 後年成軍 我問一下次長 這個派里級軍艦 為什麼叫派里級 你知道嗎 這個我想應該海軍是比較專業 我請海軍參謀長回答這個問題 好來 來我們參謀長 你知道為什麼他叫做這個派里級 派里在美軍的主要的艦船命名 主要是他們以他們的主要的一些的 重要的人士 或者說是一些的軍方的 那這個派里級是什麼意思 他應該是一個人民 沒錯 他是美國的很重要的海軍的英雄 所以他們的軍艦 用了派里級這樣的一個名義 來做這樣的一個軍艦 那我們的軍艦要把它接回 美國叫派里級 但台灣不會叫派里級 所以我們會取我們的名稱 那他的名字確定了沒有 我們現在核定的是民船跟逢甲 民船跟逢甲 那我想問一下我們的次長 你認為我們的海軍軍艦 你所知道的 有沒有用過我們海軍的英雄來命名過 到目前應該都是 是以我們的人物為主的 那目前在海軍的目前的部分 我的印象中是沒有 沒有嘛 我們用過的人物有哪一些 什麼 鄭和艦 濟光艦 岳飛艦 子儀艦 班超艦 張千艦 田丹艦 是 都是這些 這些跟海軍都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性 是 那我就在講說 有沒有可能 我們去思考一下 我們未來我們的海軍軍艦 也能夠用我們一樣優秀的 我們的海軍的英雄 來做這樣的一個命名 是 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剛剛問到我們的次長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青天白日勛章 裡面有不少人得到 可是啊 真正因為戰功 得到青天白日勛章的 總共只有三位 就是1949年之後有三位 那我不曉得說次長你不知道是哪三位 你應該也不知道 不曉得 不曉得 我想還是要勛奧這個 沒關係 我跟你講一下 總共三位裡面空軍有一位 你們空軍的 就一位而已 就是我們的歐陽將軍 歐陽 非常了不起 他得到青天白日勛章 這真正因暫時得到就他一個 海軍有兩位 我們的參謀長知道是哪兩位嗎 報告員現在不清楚 來 我跟你講齁 一個是 率領我們 前幾天我們小英總統去登艦的 駝江艦 突圍的 就是前一代的駝江艦的 陳慶坤 陳將軍 以及 耿門島戰役的 梁天架 梁將軍 這兩位 是得到我們海軍 就是我們青天白日勛章 最高的東西就是這兩位 所以我剛剛正在提說 今天我們在討論這個勛章的內容 就是要表彰我們國軍優秀的 給予他最高的致敬 那我覺得說 相對於美國 他們的海軍 他們用個派禮局軍艦 而且我們還要去接他們的艦 買了他們的這個艦 再回來來台灣使用 他們用的是海軍英雄來命名 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考慮 我們的海軍軍艦 用我們台灣的海軍英雄來命名 這兩艘軍艦的 這個我剛剛提的這兩位 得到青天白日勛章的這兩位將軍 都在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 我們得到很高的榮譽 那我們的軍方國王部 也給予他們青天白日的勛章 所以我在這邊 就特別來這邊 我也跟我們的次長 跟我們的海軍這邊 我來跟你們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我們海軍 我們過去我們命名的軍艦 曾經有過更名的一個紀錄 像剛才我跟他問你說 派禮局的軍艦 你們原來原始的命名是什麼 你還記得嗎 有沒有 如果沒錯的話 應該是以地名 沒有 剛開始我查到的資料 你們第一次把派禮局的軍艦 命名叫寶貞艦跟福興艦 然後後來你們覺得可能不大好 又把他第二次的命名 就是我剛剛講的民船號跟逢甲號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要去思考 過往我們台灣的海軍軍艦裡面 並沒有真的我剛剛提到的 有我們的海軍英雄 所以我現在問一下次長 對於我提的這個東西 你覺得有沒有參考價值啊 報委員 謝謝委員指導 我想過去我們在命名上來講 尤其對於先烈 先嫌 我們過去都是在 好比說我們有審重毀 就重毀樓 或是高智航叫智航樓 我們都會用這樣來命名 是啊 當然委員的建議非常好 就是說 我們 也就是說對於這個 我們先烈的這種表彰啊 讓後面的人看到 這是一個合乎我們規範裡面來 因為我要提的就是說 我們過往的軍軍的命名 跟我們台灣的連結性不夠 那這兩位海軍英雄 也能到青天白日勳章 非常的優秀 我們這個可以列為我們 好不好 因為我所知道的是說 在海軍明年才會 把船移回來台灣 是的 後年才會成軍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有一個 重新檢討的一個機會 好不好 那我想 策長你也講說 你願意將這個議題 再重新來思索 是的 那我想對海軍來講 如果在你做參謀長的任內 完成了第一次 我們的海軍 優秀的海軍英雄 成為我們海軍軍艦的命名的話 我相信對於 我們整個軍方的士氣 是有很大的鼓舞的 參謀長你應該同意吧 是 宜友榮爺 宜友榮爺嘛 我也想我們也覺得宜友榮爺 而不是用一些過廣 都能當是很重要的人物 但我覺得它跟我們近代 台灣近代的發展連結度不是太高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 我們的次長跟參謀長 還有我們可以把它列為考慮 那我也很感謝聽到 我們的次長跟參謀長說 會把它列為考慮 先往裡面重新來做檢討 以上謝謝 好 謝謝委員指導 好 謝謝 好 我們再來請江啟成委員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次長 我次長 江委員長 市長好 我先問一下 今天報紙寫得很大 說這個國艦國造 我們要打造台灣的神盾級的戰艦 軍艦 甚至會比美國的還要好 請問一下 這是你們正式發布的消息嗎 我請海軍參謀長來報告 是 報告委員這個有關 我們現在媒體所報導的部分 是我們在今天配合造船工會 會做一個邀傷的一個說明 在會中的時候 我們會針對我們後續的造船的規劃 去做一個說明 所以總共有12項 國艦國造計畫 是的 含潛艦12項 這個以前提過嗎 這個在103年的時候 跟軍事記者在做聯誼的時候 那時候是陳永康司令的時候 曾經把這相關的規劃 在103年就已經做說明 那時候的媒體也做了篇幅的報導 所以103年的時候 就已經規劃了嗎 是 我們這個是一個持續的規劃 那為什麼拖到今年才對外正式造商 公務員報告 我們各項的造商 都是按照我們的建案期程 也不是一次12艘的造商 我們陸續 像今年我們就是以紅營 12項還12艘 12項 12項不是12艘 所以說會我們逐年的去做檢討 按那個預算的編列去做執行的話 12項總經費多少 12項的總經費大概接近到 大概到那個 我們現在大概4700億 4700億 是 初估 分幾年 我們在我們的執行從107年 一直到129年 有部分的已經在今年做了規劃 107到129 是 所以22年 是 因為它是一個必須考量我們現階段的各項 所以跟委員報告 這是一個建軍的一個願景 我們希望就現在個型建議的全壽期 還有它的一個物資的狀況 所以在明年的預算裡面 最先的預算會是什麼 我們在 最優先的預算 我們在明年的話 會有幾個項目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的那個 新型的兩棲船屋的運輸件 在今年我們已經完成了合約設計 預計在明年 在106年的 但另外106年還有 我們的那個快速的布雷霆 還有後續 也就是我們的 駝江建的後續建的相關的規劃 所以明年並沒有所謂神盾擠這一艘 沒有 我們這個就按照我們現在的 因為畢竟必須要有預算的考量 所以我們會逐次的按照我們建進規劃 所以明年預計 因為這一些新的這個建造計畫 總共要多花多少 明年我們的概估大概是投資的金額 明年的 因為它是逐年的編列的話 我們這幾個案子 剛才跟委員報告這幾個案子 大概是逐年一直到114年 大概是差不多是600億 600億 是是是是是逐年 總預算 這部分夏威奇 我們預算我們會再好好攔時 我們希望這一些提出來的 國建國造計畫都是具體可行 而且對台灣的防衛的需求上面是有幫助的 我們一定會很嚴謹 第二項我請教一下我們的次長 這個國防部說要打造一個現代化跟人性管理的部隊 那我們知道蔡總統她現在的重點也是說要優先改變一些軍中的既有文化嘛 然後希望說可以現代化又可以人性化 我們當然知道其實這個最近這幾年為了募兵制 官部調整了不少 那但是本席最近有接到一些陳情 比如說我們現在官部底下 是不是所有軍方的人員出國都是受管制的 是的 沒錯 是 軍職人員都受到管制 那軍職人員全國總共多少 16萬 16萬多 16萬包括現代義務役的軍人嘛 是的 對不對 是的 那所以其實涵蓋層面非常廣 是 對不對 那根據我們的入出國的移民法第五條是 居住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的國民入出國 不需申請席可 但是涉及國家安全的人員 要有服務機關報準核准 是的 軍事安全是 那我們收到的陳情就是說 比如說 他是軍醫院裡面的護士 那他出國有沒有受管制 所有軍事背景的 都受 那他的設 包含聘僱人 包含聘僱人 是的 那他們設密的安全等級是多高 跟委員報告 因為 目前來講 我們的法律的規定 規定 都一樣 一樣的 一體適用 但是有一個特例就是說 如果說 你今天有 報請專案許可 如果說是 好比說你要到國外去開會的 這都是專案管制 來做處理 那是專案嘛 是的 是不是 所以 所以有聽說 還要規定 只能跟團出國 不能夠 沒有沒有 目前 目前 這是規定吧 是不是只能跟團 包含委員 我們現在的規定 因為我們這個 對於所有軍事人員 現在我們要求 所有的人員出國觀光 都必須要跟旅行社去簽訂契約 因為我們認為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能讓我們所有的國軍出國人員 都能夠在契約的 我們第一個契約的保障 第二 如果說他在國外發生任何的狀況 我們能夠隨時掌握 所以是不是都只能跟團 對 規定我們規定是要跟團 所以包括 公有要出國也只能跟團 我們所有通通都是要跟團 而沒有自由行 沒有自由行 沒有自由行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對他們的保障 那這部分你們 你們認為是保障 我們認為是一個保障 那有沒有有些人認為是剝奪他的 當然我們也接到了一些 這個澄清和申訴 但我們也經過多次的研討 因為畢竟這個國防單位 他跟一般的團體並不一樣 那我們希望 我們所有 不管是國軍的官兵 聘務人員 在出外到國外去的時候 都能夠有效的聯繫 而且都能夠 確實的維護他們的安全 這是基於這個安全的考量 所以基於國家安全 是 還有個人安全 還有個人安全 是的 跟機密的維護你們決定 還是從上到下 不管他是哪一種層級 也不管他的職務 也不管他是 是 是職業的軍人 還是聘僱的 國防部的員工 一律 都用同樣的標準 我們對 都是一樣的標準 那這樣子的標準 你們覺得 有沒有說 比如說有一些人員 他覺得說 我的社密等級沒有那麼高 為什麼要接受這樣的管制 那這部分你們要怎麼處理 國外委員 我們主要還是考量到安全的問題 就是因為 畢竟我們這些 國防事務的相關人員 在出國之後 如果他用自由行 我們很可能會在國外 發生一些不測的一個狀況 我們沒有辦法掌握 所以我們是經過多次聯討 這部分是不是 當然基於國家安全的 維護跟考量 還有機密的這些確保 可能這些你們在跟 這個要進來國防部工作的 是 甚至是聘僱的 約聘的 我覺得應該要說清楚 講明白 是 不要說進來之後 又覺得說 我的自由被剝奪的 我的人生自由被限制了 然後又抱怨一堆 是的 這個對你們其實也不好 是 那當然 有一些社密的層級不同 我覺得這個 你們可以去考慮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 彈性的空間的可能 因為畢竟 國家安全 機密保障 跟憲法之間 維護個人的一些遷徙 跟這些移動的自由 這部分 怎麼樣去拿捏到一個最恰當 我覺得國防部 你們可能要費心 而且要營運不同時代的環境 去做一些調整 好不好 是 接下來我再請教 今天我們這個陸海空軍 欣賞條例的調整 雖然我們是針對 所謂的 是 對不對 與其講放寬 倒不如我覺得是調整 不是說放寬 我們不是說放寬 那個可以拿得勳章的條件 是 是 因應不同的時代背景 去做適度的調整 是的 因應時代背景 那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你今天調整的鍾勇勳章 那保頂勳章 青天白日勳章 國光勳章 要不要調整 要不要 因為 這幾個勳章 也都只有在暫時的時候 才有可能 你在現在 成平時期幾乎 沒有機會 幾乎沒有機會 最高榮譽的國光勳章 你們拿得到嗎 還有跟委員報告 這個委員提示的部分 我們當然不希望戰爭 我們不是說要鼓勵戰爭 去拿勳章 那是不對的 軍人必須要為戰爭做好準備 沒有錯 但是在成平時期 這種如果已經到達為國效命的 也不是沒有啊 是 對不對 甚至因為國家 不要講戰死殺場 是為國賣命的 那這一種他值不值得 報告委員我想 甚至都足以單位教材的啊 是 各種欣賞的這個條件 授予的條件 其實在我們欣賞條例 以前定的跟現在時空環境 除了 有一點差異 我們必須要與時俱進 這沒有錯 所以我希望你們三個月內 去把這些都檢討一下 不要人家講一條 你檢討一條 這個是不完整的配套 對不對 今天大家講說 中勇勳章 我們來檢討一下中勇勳章 那改天人家如果跟你要求 國光勳章咧 如果是青天白日勳章咧 對 我以為我們會做整體的一個 所以我希望你們三個月內 把這個東西做一個中整 到底哪一些時空背景 跟現在差很多 但是同樣的狀況 為國犧牲 為國奮戰的 還是存在啊 那該不該給他勳章呢 好不好 這個好像我之前 我有尋答過那個 中列池的 明明現在你不可能暫時殺場 對不對 那有一些是 他因公死亡的 他不能進中列池 然後因為你那個五十幾年的規定 所以要暫時殺場 這個不合理嘛 後來改了嘛 我們也知道改了嘛 所以就是說 使用環境不同 你們要去做一些 調整跟更新 而不是放寬 我必須強調這不是放寬 是 放寬的話就沒有意義了 是 這是一個榮譽嘛 是的 好不好 次長可以吧 三個月 三個月夠了啦 我們待會去研究 因為比如說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的這個授勳條例 授勳對象裡面 還有準位這個東西 現在有準位嗎 沒有 現在沒有準位了嘛 是 這些都應該要去調整的 是 那些勳章 目前很難 那個勳刀咧 勳刀現在還有可能嗎 也沒有 也沒有了嘛 所以 勳刀的意義 甚至有時候對軍人來講 是一種最高榮譽的象徵 是的 可不可以辦 可以 可以嘛 只是因為你現在的規定 不足以讓這一些條件夠的人 因為法律的限制 他沒有辦法被授以勳刀嘛 是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該不該調 我們回去做檢討 三個月內 把他檢討一下 最後一下我請教一下 國防部有一個新招說 要在營區建會館給這個眷屬 來這個探望的時候可以居住 有這樣嗎 報委員 這個現在我們為了要結合募兵制 我們現在選定了北中南 對 大型的營區 是不是說在路徑的湖口 他所謂會館 其實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說 我們可能和所謂的植物觀設結合 然後裡面呢 事實上提供一些 我們所謂的官兵的休閒中心 好比說 我們既有的游泳池 本來就是可以開放給我們的眷屬來使用的 像類似像這種 我們鼓勵 這個是給他短期來探望的時候住 還是長期的能夠跟我們的這個軍隊 我們是長期的規劃 長期的規劃 所以以後就是說 這一些 這是只有軍事官是不是 全部包含我們的所有的 國軍的人員都可以使用 軍事官兵 對 都可以用 所以換句話說 今天一個目兵制的阿兵哥 他當兵的時候 他的家屬可以來 如果他結婚的話 他的家屬可以來跟他同住嗎 是的 現在是規定這樣是不是 要往這個方向來規劃 那這樣你夠嗎 所以說在未來來講 我們可能會有新建的 或是要提出需求 所以等於是 將來的 目兵制的這些阿兵哥 他如果有家眷的話 是的 他如果家眷的話 他可以搬來跟他住在營區裡面 那是職務官社 職務宿舍 職務宿舍 那你現在這個是會館 所謂的會館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他只是裡面的項目之一 我們事實上是一個多工人的一個營區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兩件事情 第一個你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就是說 阿兵哥 他職業的軍人 他的家屬可以來跟他同住 是的 這個現在有準備 是的 準備也都夠 目前來講我們還在興建 還要在興建 都不夠 另外一個就是你講的 現在我問你的這個會館 這個會館是要給誰用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區分這樣子 就是在基地裡面 事實上有眷探招待所 也就是說你今天 並沒有說你今天這個 所謂結婚的 住在職務官社的 那他的眷屬要來基地裡面 那基地裡面 我們有眷探招待所 來看他的在營服務的這些 所以這是短期的 這是短期的 那但是整體規劃上來講的話 我們必須要具備這樣的功能 才能夠讓我們不管是已婚的 是未婚的 在多功能上來講 未來來講 所以 所以眷屬 來探視的時候 是住這一種會館 是的 捐探招待所 捐探招待所 那他要不要收錢 因為按照目前審計部標準 是不用收錢的 是不用收錢 是的 那請問你預計要蓋多少 目前我們還在規劃當中 還在規劃當中 預計花多少金費來蓋 報告委員 這些我們 都還不確定 還不確定 有波債明年的預算嗎 目前來講 還沒有 因為起碼你的 你這邊有提到虎口 清泉鋼 左營都要蓋不是嗎 是是是是 那這都明年要開始是不是 可能在需求成報的話 我想 按照我們所規劃 不管是陸海空軍 他分為好幾個階段來做規劃 我想在金會需求上來講 我們是按照我們軍備局的需求 他來實施規劃 我想詳細的情況 你們要好好做好規劃好不好 是的 要再蓋一堆蚊子館 是的 好不好 然後有一些線頭的資源 你們也可以好好結合 會的 比如說如果他是短期的 但是 有時候你 你能不能跟民間去做配合 是的 對不對 因為你蓋了之後 你要批人去管理 是 那你現在軍方的人都不夠了 那個 連蔡總統都說 這油漆除草 這個不會讓國軍更好 那你現在如果讓國軍再去經營這個會館 然後你自己再委託你阿兵哥 叫阿兵哥說 你來經營這個會館 那跟你的募兵又不一樣 這個我們會把違意見 這個部分你們要好好思考 怎麼樣精打細算 讓 他的效益可以發揮 是 讓我們的錢花在島口上 是 然後最好是軍民兩立 大家都 得到好處 是的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遲到 好 謝謝江委員 謝謝 呂孫寧委員 改書面質詢 好 那羅志正委員 主席可不可以請博次長 羅委員早 市長早 蔡總統就任之後 到各山軍到陸軍官校等等 不斷地宣示 我想對國軍的士氣 有很大的提升的作用 是的 那這麼多次的一個 這個視察也好 訪問也好 他不斷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國軍的榮譽 就是他的榮譽 總統的榮譽 是 而且希望我們 全民政府 跟軍人一起 能夠贏回國軍的榮譽 跟他的尊嚴 我們國安部 是不是有認真的 聽軍這句話 報委員 對於總統 對於國軍的期許 事實上 我們感同身中 非常感激 尤其是軍人的榮譽 是 放在第一位的 那我們也對於 這個政府 能夠跟軍人 贏回我們的榮譽和尊嚴 事實上 也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我們也非常感謝 我們的三軍統帥 能夠把我們的心聲 做一個表達 其實今天蔡委員 所做的提案 這個欣賞條例等等 或者是 剛才江委員提到的 目的都是一樣 希望 這樣的一個所謂 榮譽尊嚴的這個給予 政府不用太吝啬 太吝啬 更重要的 你們要用行動來展現 值得人民給你們這樣的一個獎勵 或者勳章 是的 但是也不要太吝啬 我們知道勳章是軍人 最高的一個榮譽 每次我看到軍人身上 掛滿了這個勳章的時候 覺得這個軍人 對國家的貢獻 全世界都一樣 但我們不用像北韓一樣 掛到褲子去 掛到全身去 那比較誇張一些 但是我覺得 這樣的勳章本身 它所代表的意義是 這個軍人為這個國家 為這個社會付出很大 是的 市長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你身上的勳章主要來源是什麼 我是勳章主要來源 我是飛行員 我有戰功 有戰功 是的 然後還有我的在 演訓 在演訓 還有我的這個 所有在 資歷的成長過程當中 我的歷練 國家所給予我的勳章章 是 不然就要說 即便在平時我們還是有很多 可以表現對國家 對社會的機會 是的 對不對 陸軍也是一樣 各軍種一樣 陸海空都一樣 包括救災等等 都有 是的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授勳的辦法 或者相關的做法 事實上可以隨著 時代的進步 而有所更多的調整 是的 我們不論勳章條例 事實上也該改了啦 現在當然這不是你們的 這個權責啦 是 我們看到勳章條例 還要光復大陸啊 然後怎麼這個才有 那個都應該做檢討 是 陸海空軍勳章條例 剛才提到了 也應該做個全面檢討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談勳章 我談別的東西 榮譽從小處開始做起 我曾經在網路上看過這個照片 他對於這個將軍啦 我不講誰 你們大概知道誰 他在他那個野戰服上面 給他參加這個所謂的演訓的官兵 憑上一個小小的 一個紀念的步條 我覺得這個對這個軍人來講 他覺得是一個榮譽 勳章那個層級跟那個等級可能很高 一般軍人士兵可能不容易拿到 是 但是我要思考的 或建議國防部可以思考的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來激勵我們士官兵的這個時期 是 上禮拜總統 等一下 我請問 榮譽章 紀念章 我們部隊裡面 或者說國防部裡面 有沒有榮譽章的設計的一個辦法 或者所謂紀念章的辦法 當然有 有 是的 可不可以隨便舉個例子告訴我們 走天堂路有榮譽章對不對 就我所知 有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國防部隊從過去 從軍人的福祉條例裡面 他的榮譽章是有的 紀念章都有 包含比如說 我們今天救災的就是紀念章 榮譽章來講的話 現在我們最近在推的 就是我們的官兵下基地訓練完成了以後 他有合格的戰鬥的榮譽章 像這些都有 我跟委員報告 尤其是各軍種都有 他潛艦的掛出來 一看他就潛艦了 沒有錯 我是F16的 陸科基地換裝的總指教官 他掛出來就是總指教官 所以人家一看 所代表什麼 那就是他的榮譽 那我現在特別要問的就是 除了士官跟軍官之外 你們一般的士兵 也有 包括他的榮譽章 或是紀念章 只要他的英勇士忌 足以表彰的話 我們在福祉條例裡面 都有民進的規範 是在福祉條例還是其他的條例裡面 可是我看你們福祉條例裡面 沒這個東西啊 當然我們最近在新增 這個是指揮師 就是我要特別跟他講 因為我看你們的福祉條例 沒有這個東西 是你們自己 用行政命令去處理掉了 委員跟你們報告 福祉條例是一個原則性 大方向的規範 但是他並沒有禁止說 你這個不可以 但是用一種鼓勵的方式 去告訴你說 你在福祉條裡面 能夠爭議軍人的榮譽心 能夠提高他自己 對自己尊嚴的一個 一個維護 那我想請問一下 國王府有沒有這個辦法 作業要點或什麼適應細則 還是你們各軍種自己決定 沒有 我們事實上 在配合募兵制 推動的過程裡面 然後我們想盡 各軍種 想盡了很多的辦法 很好 比如說下基地 他是理營下基地 聯下基地 他完成了他的成績 合於我們所謂 測考的一個 某一種程度以上的標準 其他就有資格去佩戴 沒有錯 其實這個方向 跟我思考的方向是一致的 是一致 就是我們國王部隊 這個勳章之外 能夠給予我們士官兵 更多榮譽的東西 是 事實上可以想盡辦法 去設計出來 沒有錯 而且讓軍官 或者一般的士官兵 一出來之後 他就有榮譽感了 是 我舉例跟委員報告 比方說像傘兵 它五次傘 基本傘是一顆梅花 它那個傘灰上面 一朵梅花 二十次是兩朵 五十次是三朵 如果它超過一千次 它就是 黑色的這傘灰上面 畫一顆星星 那一般人知道嗎 我想從這一看 每個人一看就知道 這個人跳過一千次 這個人跳過五十次 所以那樣的一個標記 放在我們各種不同部隊的福製上 它是足以彰顯 那個部隊的特性 可是我去考察的時候 很少看到我們的 那個士官兵帶這種 所謂的榮譽章 因為他穿便服回家 所以 所以我講了 我下次就是說 我們您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因為他的那個 我們在所有的福製裡面 我剛才是跳傘 傘灰 那都是一看就知道 他是傘兵 那空軍來講的話 他是教官他寫IP 他比如說 飛行時間到了兩千小時 他就兩千 五千小時五千小時 所以他都有一個特殊 人家一看 就知道這次教官走出來了 對 這次他曾經有戰功走出來了 所以他走出來的時候 都是 我這樣講好了 那行人一看就知道了 一看就知道 而且走出來他非常有自信的 其實這就是我們希望的 就是說其實你們已經有個辦法在做了 是的 是的 但是我相信你們應該有一個 更好的一個作業要點或辦法 把它明確化 而不是說用現在這種所謂 不再 國安部自己的 這種所謂的 自行決定的方式 是的 如果這個辦法或作業要點更清楚的時候 很多人在服役的時候 乃至於這個 決定要參與這個所謂 募兵的時候 有更明確的一個方向 什麼東西 會感到榮譽的 是的 回到剛才講 軍長服 軍便服的部分 當總統去 這個視察的時候 到陸軍官校的時候 我相信這些制服 這些 這個鄭其生 這樣的一個展現 很多人從電視上看到是非常感動的 非常音挺 是 壯盛的軍榮 是 對不對 對 但回到剛才講的 軍長服 軍便服 跟野戰服的部分 我先問一個問題 現在募兵制的士兵 有沒有軍長服 有 全部都有 還是看特定的 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近幾年的募兵 到目前為止 因為他的人數的補充 在士兵的部分 有的軍種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 然後有的軍種可能是百分之八十幾 但是我們基本上來講 持續要補充到百分之百 要符合我們的所謂 疑點章程的規定 所以志願的士兵 他也有軍長服 所以已經規定上是可以的 是的 是的 沒問題 所以軍長軍便 都有 是一致性的 好 也就是說事實上 我一直覺得就是說 當我們的軍人 當然穿野戰服跟軍便服 軍長服的代表意義 不完全一樣 對不對 野戰服作戰的需要 可是軍長服軍便服 出來的時候 相對是比較陰庭的 是的 所以我們本來規範 坐墊藥點裡面 所謂的 募兵制的士兵 本來就有軍長服 本來就有 一致的 那義務一呢 義務一目前來講 因為我們目前來講 義務一它是 比如說參加 我們慶典活動的時候 是表揚活動的時候 我們盡可能去滿足 特殊的部隊是有的 對的 基本上來講 志願義的為主 志願義的為主 是的 所以這方面預算跟經費 沒有太大的問題 目前沒有 所以每年編預算裡面 都有包含這部分 有包含福治 是的 然後最後就是要強調 就是說 我們國安部真的要稍微 動腦筋一下 是 用更多的方式 不論在它的這個 所謂的服飾也好 在這個勳章 這個榮譽章 紀念章方面 做一個整體的 配照的設計 讓我們竟然走在 社會上的時候 讓人民對它感到 非常的驕傲 跟榮譽 是 剛才那個姜文提到 那個所謂的 在部隊裡面 這個什麼 建那個叫什麼宿舍 叫 休閒會館 我這個後來思考一下 我是有少年保留的 是 因為還有很多的 替代的方式可以做 是 包括我們剛才講 那幾個雲區 附近是有沒有所謂的 這個民間的 民宿也好 或者是旅社也好 乃至於大飯店 因為建很簡單 管理才是問題 管理的費用 可能不輸 興建的費用 是 所以整個國防部在 這個所謂規劃 未來興建 這個眷屬的這種 探親的這個宿舍也好 銀舍也好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一下 不要只 顧慮到興建的費用 是的 後來的管理的費用 可能是你未來 興建費用的好幾倍 是 這一塊要特別注意一下 是 謝謝委員指導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想請博次長 謝謝主席 我想請博次長 是 市長 您上週有跟蔡總統到陸軍官校 是的 那看到這樣子的優秀的 我們的陸軍官校的那個 官校學生啊 可能會覺得說 國防部未來啊 在我們的未來發展上 是相當不錯 是 我 當然您不是陸軍官校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您曉不曉得陸軍官校是幾年創建的 黃虎的時候 13年 13年創建的 1924年嘛 對不對 然後再簽到南京 再簽到成都 再簽到鳳山的時候 1950年 1950年到現在已經2016年 也就是說 在中國大陸時期的時候是15年 到台灣來的時候已經歷了66年 但是呢 裡面有一些啊 舊有的部分呢 其實牽涉到國家 牽涉到我們未來民主制度的部分呢 我想要請教你一下 我是不是也請我們陸軍的參謀長好嗎 我想您是陸軍官校畢業的沒錯吧 是沒錯 OK 在我們這個親愛京城裡面啊 裡面有一些保衛國家安全 這個國家是指哪一個國家 參謀長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嘛 好 那在中華民國的陸軍軍官學校的校歌裡面 你會唱吧 你可不可以唱前兩句 沒有黨旗飛舞 我知道委員在問這一段 委員就是要問你 為什麼是黨旗飛舞啊 這是在民國13年建校的時候 那時候的校歌 後來我們詮釋這個黨 他可能不是現在所謂的這個 他是一個群聚的一個力量 蛤 黨變成群聚的力量 這是當時校歌創建時候的 黨主席不一樣 那就是現在蔡英文總統 他是一個群聚的力量 不是不是不是 要擔任主席一個兼總統 這是我說這是時代的產物 你這樣的說法太 沒有辦法合乎現代的邏輯了 你也知道黨旗 因為原先有一段時間陸軍官校 其實是 就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校沒有錯 是 然後這是民國25年制定的 所以這個黨旗飛舞可不可以做修正 可不可以做修正 這不是我能夠做決定 我在這邊就先保留 好 那市長 市長 報委員我想 這個事都是歷史 我們基於對於歷史的一個尊重 也請委員我們看看歷史 如果說大家 如果我們看看歷史的話 現在你們都是要穿著清朝的那個朝服 到這個地方來接受 報委員當然很多東西是 你看看歷史的話 沒有立法院這三個字 你看看歷史的話 現在在執行的時候 是軍政訓政 現在是憲政時期 是的 我們在所有的軍歌裡面 還有我們讀訓裡面 我們的憲法跑去哪裡了 你看一下陸海空軍 軍人讀訓的部分 第一條寫實行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現在還在我們的憲法裡面 有列進去嗎 如果沒有的話 可不可以修正 那這十條裡面 是不是上個禮拜 蔡總統也是有念到 對不對 是的 你們在念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會不會覺得會冒汗 臉上會冒三條線 報委員不會 為什麼不會 為什麼不會 我們軍人就是 我們服從我們國家 我們三軍統帥領導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在所有的這個體制下 我們在憲法的體制下 實施我們軍人應該有的義務和責任 我想這些東西啊 我跟委員報告 所有的歷史 所有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一個軍人來講 對於一個政治我們是中立的 但是我們擁護我們的國家 這是確定的 你保持黨政中立我接受 但是不要忘記 你要服從你的長官 上面還有一個 叫做遵守我們的憲法 是的 所以在我們的讀訓裡面 請把憲法的精神放下去 同時我覺得這十條呢 我也希望我們的相關的 這個跟國防教育體系的 可以做一下修正 在這國防體系裡面 如果不做修正的話 我們培養出來了 就是唯唯諾諾 只有唯上命是從的軍官 什麼叫唯上命是從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總統每四年會換一次 政黨可能也每四年會換一次 政黨換來換去 是民主政治的常態 我想在座的很多 高屆的將領都了解 那我們被那麼多軍人讀訓的時候 包括你要敬愛袍責 敬中職守 嚴守聚力 團結精神 最後是什麼 我就是遵守我的長官 我的少校服從上校 我的少將服從上將 上將要不要服從總統 不知道 因為總統不一定是軍人出身 而且按照我們現在 民主政治體系裡面 會軍人出身的總統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會認為說 如果我們要教育 我們未來的軍官 這是一個培養 我們國軍軍官的搖籃的時候 包括對於我們憲法的體系 對於法律的體系 對於我們盡忠職守的體系 還有怎麼樣把清廉 以及創新 要跟得上時代的部分 做一下修整 好嗎 報告委員 我想我們軍人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第138條 還有國防法第6條 我們中華民國 陸海空軍人 是超出個人 地域黨派 保持所有的行政中立 我想 我們軍隊 是國家的軍隊 我們是克尊中華民國的憲法 服從我們的三軍的統帥領導 保護全體國民 捍衛國家的安全 我想這個是不管今天任何政黨輪替 我們軍人要站在這個地方所說的 就是我們擁護我們的國家 擁護我們三軍統帥 不管換任何政黨 我想至於說內容 我請委員還是尊重歷史 歷史會給他一個頻段 歷史會給他一個頻段 我尊重歷史 是的 但是這個歷史是民國25年的歷史 現在已經是民國105年 所以105年跟好幾十年前的 你都還沒有出生的時候的歷史 我們可以尊重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按照舊的歷史來執行 還要繼續唱黨旗飛舞呢 我們可不可以變成軍校裡面的這個校歌 有第二版 對不對 你連很多我們的電腦系統 都有Part 1 Part 2 這為什麼不能是Part 2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政戰學校裡面也有音樂系的人 也有很多懂文化的人 我們並沒有要強調說 你要做什麼樣子的黨的中正 要尊重黨政中立沒有錯 可是黨旗飛舞這個字 你的解釋我就不能接受 好嗎 鮑威員我可以再講一分鐘嗎 不要太久了 你30秒好嗎 因為我還要詢問其他的事情 我認為啦 鮑威員如果說 大家每次在執著這一個字 它是不是要修改的時候 如果我們任何政黨用寬容 我今天不管換 如果說民進黨執政 國民黨執政 不管是任何政黨執政 那個黨就是那個黨 黨政軍是一級的 是 我不懂音樂 我也不會填詞 我把黨旗飛舞 改成國旗飛舞 可不可以 我尊重委員的想法 是嘛 你為什麼那麼想說 我這個黨一定要變成那個黨呢 我已經告訴你 你會保持你的黨政中立 但是你要注意 時代的演變 台灣已經進入憲政時期 執行了這麼久 要跟著變化 否則我們就是這種 迂虎的觀念 一代一代傳下去 我們沒有辦法培養 未來可以適應新世代的軍官 好嗎 我的意見是這樣子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 再下來我還是要請教一下 有關於剛剛提到的這個 雲爆假車的部分 雲爆假車的部分呢 請你幫我解釋一下 按照目前的採購法 我們到底能不能終止跟中興電工 未來的契約 這我請我們採購師 好 沒問題 我同時也要請我們 立法院的法治局的同仁幫我解釋一下 委員好 我是國防部採購室 採購管理處處長 那有關採購法裡面規定 對於廠商的停權 或者是這些都有明文的規定 像在採購法101條 102條這個地方 都有明文的規定 那當然剛剛委員講 依照採購法 如果說廠商有違法的行為 如果說經過確認 我們還是要依照採購法的程序 或企業的規定 你這樣講我沒辦法接受 來 那法治局 政府採購法30條跟101條 就是說你在判刑定驗的時候 你的求償才可以開始 我剛剛要求的說 你現在已經執行了相關49億 接近50億的這個採購案 未來你們還有將近40億的採購案 可不可以中間的中把它中止下去 不再繼續跟中興電工繼續進行契約 我是問你這個啊 是是是 幫委員 跟委員補充報告一下 委員關心的是後續擴充的問題 這個問題 依照採購法22條1項的7款裡面有規定 後續擴充是在機關的權責 所以機關可以處理嗎 我們法治局的哪一位同仁可以幫我講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 這個機關權責是什麼 是陸軍司令部還是 軍備局 哪一個單位 以這個案子辦案子是機關的權責 是軍備局 軍備局 是是 來 那個法治局幫我解釋一下 好 請直接講 主席 各位長官 還有國防部 我們各行政局官代表 依據採購法的規定 我們是 假使是採購 假使認為有不法的情形 或者不公正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飛標 不發給那個 那個 押標金 還有呢 這第一點規定 我們採購法 像這第50條就規定得非常具體 我調文念一下 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機關已開標前發現者 其所投資標應不予公開 其開標後發現者應不決標予以該廠商 那個第一點是 未依照標文件是規定投標 這是第一點 第七點是 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法律行為 好 謝謝 謝謝 我現在了解了 來 請問一下軍備局 哪一位 委員好 我是軍備局獲得管理處處長 請說 向委員報告 目前的話呢 我們第二階段的話呢 確實我們還有一個 另外還有一種車型的這個 巴輪甲車的動力底盤 也要再採購 但目前的話呢 我們重新審慎評估 目前的話呢 我們現在初步規劃的話 應該是不會用擴充條款 持續向中興電工採購 目前的話呢 我們現在目前的規劃是這樣 這樣的解釋我才比較可以接受 不是你們拿給立法院的說 什麼按照採購法50條跟101條 需要什麼判刑確定才可以 你們搞不清楚狀況 我來 柏次長 柏次長 是 剛剛你已經聽到軍備局這樣說了 我再講一次 有關雲報的部分 現在你們怎麼樣處理善後的問題 報告員去分幾個方向 第一個 在履約的部分 我們不能違法 所以說我們從約裡面來看 當有疑慮產生的時候 我有問我們法治官 有關這個部分可不可以終止合約 是第一選項 第二個有關於這個 履約保證金的這個部分 目前我們還有4500元在手上 另外還有9億還沒有付款 那可不可以在還沒有判決確定之前 也是Eason沒有判決確定之前 我們是不是可以終止付款 這是第二項我們未來的方向 第三個 也就是說我們在約裡面 我們還是檢視 縱使我們付款完了以後 他如果 有 他說 他選了 他他選了 我覺得 所以… sé… да 停 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 我们前几天 我们台中市政府跟行政院政务委员 也有交通部长等等 在讨论将我们清潜岗机场证明为 我们台中国际机场 也获得我们交通部 原则上的同意 要报行政院来核定 那我想请教 部长 我们一般老百姓 当然台中有国际机场 我们也乐观其成 但是因为也有空军的基地在那边 那你以国防部长次的立场 您是乐观其成呢 或者是有另外的其他的意见 毕竟以后如果是台中机场的话 可能一些跑道啦 还有些腹地可能跟我们都有关系 您是不是乐观其成 或者有其他的意见 我跟委员报告 有关于国际机场 是一个都市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愿景 那国际机场事实上在全世界 军民合用的机场是很多的 目前台湾也有 像台中清淵康基地 就是一个标准的军民合用机场 但是我还是建议 就是说 当然在愿景上规划上来讲 它如果说作为一个桃源机场的辅助机场的话 我认为还不足的地方 可能交通部 我建议 因为我们主跑道是军机 在未来过去的统计来讲的话 我们民航机的起降 在过去一年 大概它已经达到了将近 26万 26000架次左右 军机的话大概只占了将近 5000多架次 所以你在这个基地 为了我们国家的国防影响的情况下 我建议 如果说未来要开发一个辅助的国际机场的话 它应该还要做多工人的跑道的投资 尤其是在清泉康机场的西面 也就是现在目前的汉翔 还有民航局所用的地方 它如果做多余的投资的话 那对于未来就会把这个饱和的程度降到最低 对 那这个一两次的这个协商会议 都有邀请我们国防部参加吗 目前没有 我们94年 这个目前来讲 台湾机场升级 我们现在是行政院在规划 我们还没有接到相关的 只是跨部会的协商 所以说我是觉得对我们归部也有点 不太尊重了 你譬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滑行道 也只有两条 宽度也不是很足 你除了跑道的诊件 就是你要扩增这个腹地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那国际机场以后 这个航班航次都要增加 增加以后 那我们又是共用的 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清潜港 空军这些战机的平常的演练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一天还可以起降训练个20次的 是不是因为变成国际机场以后 民用的比较多了 我们变成训练的次数就减少了 可能就会降低我们空军的一些训练跟一些战力 我主要的用意是在这边 是 报委员 这个有关于这个跑道 事实上来讲的话 我就说刚刚所讲的 目前来讲 我们在协调管制的情况下 都能够满足我的占领性的需求 但是如果有一天 他要把这个航班航次增加的话 势必会影响 所以这要有配套措施 我举例来讲 像过去的台南机场 我们有分为两条跑道 它是一个东跑道西跑道 那我们东跑道就给民航机起降 西跑道就战机起降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所有的管制上来讲 就会疏解他的这个拥塞的情况 我想未来应该朝这个方面来努力 现在不影响嘛 以后如果是当桃源机场的辅助机场 还是怎么样 变成国际机场以后 多少就会有影响 那各部会就应该要跟国防部 好好的来写这条嘛 部长我们106年 我几天前也看到报纸又写说 好像我们国防部主要目标是想提出4千亿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个议算嘛 我好像也看了我们主机总处好像也没有跟我们打脸怎么样的 他好像是说中央各部会大家还是总的这些财政的考量 也不见得说一定会满足我们国防部的这个需要 那我就担心说我们现在也不是说国防要自主吗 我们国际要国造 国舰也要国造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4千亿我们中央财主单位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这个经费 还是编到像之前的3千2百亿啦或者加了一点点啦 那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国防自主 国机国造 国建国造的这个进度 报员有关于这个4千亿啊 我再跟委员报告 那是上次委员会啊 江启成委员啊 特别问到部长冯先生啊 有关于这个国防预算 如果说GDP百分之三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 那我们部长啊大概算了一下 大概是四千 五百亿到四千八百亿左右 四千亿可能还达不到 但这只是一个 这只是一个 是的 这只是一个部长在答询的时候里面 并没有说我们目前要四千亿 所以这一点第一点澄清 第二点呢 有关于您讲的国机国造和国建国造 我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财政是有困难 所以我们在国机国造和国建国造的时候呢 我们的预算编列是把它旗程拉长 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跟过去 我们当那个IDF制造完了以后 我们买F16AB的时候 当时我们也没有编列预算 立法院那个时候通过是特别预算 也就是说 应用行政院的第一预备金来支应 我想这是可以的 好我了解 你不要让我们蔡总统的那个 任内有两台那个蓝窃要 当然功能要比IDF强 两台蓝窃可以升空的这个支票 不要跳票就好 最后我想请教次长的就是我们105年啊 我们贵部的这个施政目标重点之一啊 就是年度关键的绩效指标 向下的重塑精神战力 里面的关键绩效指标里面有一个畅通声速反应管道 我个人是觉得说单单讲到畅通声速反应管道 这样子而已就可以重塑我们的精神战力吗 我想 我觉得说这个KPI有点比较笼统一点 是 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值得 我想重塑精神战力啊 这不是一个口号 应该具体落实 但我们在建案单位的精神啊 他如果说畅通声速管道 事实上是让我们的所有的心声 能够传达到政策单位来做改进 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下级的声音不能够充分的反应到上级的话 那我们基础的工作是没办法去执行的 所以我想这一点是他们的用意所在 这个我没有意见 我只是说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加强一点的 最近有一些什么心理上的 那些问题我们就不在这边讨论了 当然你应该也知道 我们有一些因为业务上的这个繁重啦 真的心理上有问题 或者是有的是真的没有病在装病 就想说来申请这个来退役 是 这些问题啊 我是想说您在你这个关键绩效指标里面 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增加一项就是说 减少因为心理疾病办理停役退役或除役的军事官人数 加这一条再下去以后 每一年有数字可以去比较 105年因为这个原因申请退役的是多少 那106年又多少 我们就可以去每一年比照比较 说每一年是不是这个人有降低 人有降低这个精神战力提升就是表示说 你们可能有去好好的调整 这些军官们他的业务上是不是会太繁杂太繁重 产生这个心理因素心理上的这个毛病出来 我的建议就是说在你这个KPI里面 这个关键绩效指标里面 我并不反对你畅通申诉反应管道 只是说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个这个 因为心理上的这个人数的这个因素 我们每一年可以去比对这样子 所以包委员这个KPI的指标很重要 我想我们会纳入我们后续的考量 谢谢委员指导 好 谢谢长次 谢谢主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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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吕玉玲委员 谢谢主席 我们请博长次 绿委员早 市长 为什么今天来的部长也没看到 副部长也没看到 这当然一定有请假 是 是 对 所以就像上个礼拜各委员会啊 也都是副的来 部长级的都没有来 尤其是现在新政府 刚刚满一个月 满月 执政满月 这个正的没有来都副的来 这个对我们立法院 对委员会都是非常的不尊重 我本来是想问我们的冯部长 他给自己这个满月啊 要打几分 那既然你在这边 我请教你 你给你们的部长 打几分 报言 通常都是长官给部署打分数 我们部署没办法给长官打分数 如果打了 我可能明天我就不会 刚刚讲那个党规国旗的 你还是非常的 有抑郑延迟 现在你就不敢打分数了 那就是 冯部长 施研风波嘛 4万颗弹药 要送到太平岛 还要含笑牺牲 这个风波不断 所以现在都请负的来 那我们就请教您 一些国防议题 有关于 美国的第三舰队 要移防到亚洲 然后原来 驻防在日本的第七舰队 又要结合 共同的来 协防东亚 市长 您觉得这样子的情况 是不是针对南海 这个战情战略位置 在开始 一直在升温当中 报言 我想您的观察非常入围 尤其现在 不管是东海议题 南海议题 是全世界 都在关切的议题 尤其是 最近在新加坡的 相关理大会谈里面 尤其就南海议题的 岛屿之间的纷争 国际的仲裁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今天不管是 美国也好 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 在南海的这个较劲啊 我们从报章媒体杂志上 看得非常清楚 那我想 我也是在媒体看到的 是的 所以我再要请教 我们国防部 您认为 这个是不是要扩大 打军演 我倒不认为 整个南海 第三舰队 第七舰队 都在那边 你知道这个舰队 有多少的军舰在那边 那整个南海 看不到渔船 都是军舰 整个天空都是飞机 这个就是我们的 整个军事上 整个战略上 会不会有升温的情形 不排除 委员您做判断 所以我要请教你 我不要在媒体再知道 国防部你给我判断 是 我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国防部 针对南海的情势 和东海的情势 是每天都要做 研究和报道 我们专门有 这个情报研究 你现在的情况 那我想委员 很多事情 我在这边 跟您做表达 是不太适宜的 因为这里面还牵承到 我们所谓的 情报交换的秘密协定 或者是说 我们对这个整个观察 我想今天我在这边 所讲的话 都是录影的 我如果说 我今天讲任何的事情 市长 机密 你们又要用机密 我不用机密 给我淌赛 好 那本席再问您 在这种情势发生 国防部一定有在注意 那本席也一直告诉你们 我们现在的战略位置的优势 我们要多多的利用 美国也一直跟我们 释出善意 他也邀请我们 来做军事的军演 那这种情形下 有美方 有没有 跟我们国防部这边 来做沟通 有没有告知我们 包委员我给您报告 有没有 有 什么时间告诉我们的 这个管道都是 一直唱 什么地点告诉我们的 包委员 太平岛 即将要公布宣誓是个道 也就死于我们的经济海域 200海里的经济海域 所以我们要顾手 所以我们才加强我们的军力 在太平岛上 因为大家都在看 万一有战争发生 不管 菲律宾 印尼 还是大陆 美国 日本 这打起来的时候 这个太平岛是在中间 这个地理位置 我们怎么样去防范 我们怎么样去防范呢 市长 包委员 事实上我们对于外岛的 应援作战 事实上都有一定的机制 那我想我们在 这个 鸽之争议 共同开发 和平开发的情况之下 我想 我们不希望看到战争的爆发 但是我们都有万全的准备 跟委员报告 那至于说我们怎么去 做外岛的应援 这不便在这边跟委员所说明 所以市长 本席要再次的提醒 既然美国四处善意 我们就要个军事的对话 是的 有要有这个机制 才会了解整个 整个南海的军事的战略 的一个方式 谢谢委员指导 我们才能够防范 是 这个我们要注意的 是 那接下来 本席也要问一下 您看到 太平岛的情势 这样子不断的一直发生 南海的争议 大家也一直在注意当中 我们的军力 我们要住房在那里 但是 我们现在看到 有一件 我们大家注意的问题 就是 DRT 这个会议啊 我们每年都有召开 这一次 李副部长也参加了 李副部长参加这个会议 是来做一个意见 大家的一个讨论 但是 还有一个人也参加了 国安会的 陈文正 副秘书长也参加了 这个我觉得很吊诡 我们副部长就去了 代表国防部去了 那国安会 国安局 为什么也去呢 因为 我们蔡英文总统的军事政策 是这个陈文正 这个秘书长 他所写的 那你这样去的话 不是很吊诡吗 那国防 美国方面 他就直接问陈文正就好了 那我们的李副部长去那边 只是做个样板 人家不会问他 打打招呼 点点头而已啊 什么都要问陈文正啊 是不是这样子 鲍威 这个我想啊 在我们美国的对话机制里面 三层架构DRT 是其中一个管道 那我想 这个管道 事实上是畅通的 那至于说 我们今天列席的层级啊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些牵扯到 我们跟这个中国大陆 中共的角力 我们这些与会的层级 如果一旦 泄露出去的话 事实上是对我们的 所有DRT工作是有影响 我在美国服务 我每年都参加DRT 但是这里面 不管是任何人去参加 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都是为这个中华民国的战力 为国防战力在着想 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反对 那另外一个 美国的部分呢 他也会在这里面 给我们很多建议和支持 我想这个会议 谁参与 或是谁去谈了什么议题 我想不便在这边 跟委员做进一步的报告 我主要是说 我们的副部长有参加了 主要副部长就代表 我们国防部 为什么有国安局的副秘书长 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也在参加 所以这个政策上 在我们整个军事的一个白皮书上 就是这个陈文正习的 那美方当然都只有问他而已啊 他不只是去咨询而已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实际上参与会议 我不晓得累了 您就是说没有参加 你每年都参加 今年没有参加 我已经离开华府了 离开一段时间 但我对这个会议啊 我想不管 所以我是说 我们整个国防体制 行政官员参加的身份地位 该说的话 都是有他的必要的条件在存在 所以为什么 这个陈文正可以这样子代表 接下来你不回答 就让社会公平大家去了解 接下来就是 我们的浅见国造这个问题 我们要浅见国造 我们的技术问题 有没有办法做到 如果说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设计 没有办法做到 我们就应该 要去采购这些技转的技术 而不是自己蒙着头在投入 这个问题请海军参谋长 跟您答复 报告 海军参谋长 美加苏在此跟您报告 我们一直在针对 浅见国造的部分 我们就强调说 我们非常欢迎 不管是国外的厂商 只要有意愿 跟我们合作的 我们就希望能够突破我们在目前 还看到的一些在技术上面 包括我们的合约管理 包括我们的战斗系统 还有我们部分的关键技术 我们确实希望触角能够跟各方的来去做合作 所以本期才要提醒 我们有那个决心要做我们的国防工业 我们的浅见要国造 但是我们的技术上如果没有达成 我们要在设计上多多下功夫 甚至就是要去记转采购这个技术 才能够让我们要做的事情能够顺利去做到 不要把它当做前坑啊 一直买进来去拆解 这个不是 所以这个清单要有需要的才去做采购 好不好 谢谢委员 谢谢我们请王定宇委员 谢谢主席 还麻烦那个次长 王定宇早 博士长 我今天有几个问题 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 要跟你做交流 只点出问题没有解决 其实你困扰我们也困扰 今天我们有这个蔡少校的自杀案 那我想大家都了解那个状况 那她的状况是工作的压力大 而且是从去年7月份日记就开始批载 所以本期用很短的时间 给你一个做具体的建议 第一个 这一位女少校非常优秀 中正理工第一名毕业 她在军中的考基也是特优 然后她负责的业务也非常的敏感 甚至于复杂 甚至我们还要培训她 送她到美国受训 所以她绝对不是一个无法胜任 没办法面对压力的一个 我们培养的优秀的军官 所以我第一点要告诉你说 如果连这样子的少校 她是她那一年班第一个升少校的 如果连这样的少校 最后都选择在自己家里的阳台 上吊轻声 她爸爸要冲去那边把他抱下来的时候 爸爸也受伤了脚都扭到了 本要提醒你们就是 你们现在关注军中的情绪压力 心理辅导 我们当然关士兵 士兵常常我们关注很多 我讲白一点 士兵如果不爽快的话 还可以骂骂长官 私底下有同才可以聊一聊 可是你们中阶军官这一块 其实要增加关注 就是说也许她是职业军人 也许她是领导干部 但因为她要关注士兵 所以她自己面对的压力 没办法解除 敏感业务的 在敏感单位的 她的东西又不能跟人家分享 也不能谈 她的压力没办法解除 所以在军中关注辅导这一块 本席具体建议你 这一块可能我们常常会输掉 做到少校了还要人家辅导 这个观念不对 少校中校承受的压力 也许比一个上兵还要大 而且她又不能讲 她把讲的影响她的申签考核 我讲真的没出席的装病退休 真正有出席是留在部队这些人 面对压力扛下来 这个要增加关注 第二个 这个案子我们觉得客观来看 她已经乖乖照部队的制度 向新府官 向组长副组长寻求协助 我们也受案了 也辅导去看了 也许市里家认为哪一家诊所好家去看了 就不回来 表示我们的新府制度 也许是我们自己想象的 而我们心理状态属于缓和正常状态的人想的解决方法 解决不了面对极端状态的人 所以第二个具体建议请国防部寻求卫福部协助 把新府制度回到科学 回到医学 否则长官 我又不是学这一套的 我当你的处长 我当你的 我上级长后 哪怕当到司令了 我没有学过心理辅导 医学的专业 我只是想象说 人家都当兵你 也当兵你怎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就陪陪他吧 聊聊天吧 然后去抓个药 这样子其实士兵的退伍时间很快 职业军人在军中时间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那个压力累积到出一件我都觉得舍不得 是的 所以我们的新府制度请你们具体的去会同卫福部 这个心理卫生心理健康心理治疗这一块 让他标准他就到某个程度转介出去 让专业来处理 我第三个具体建议 他交付了遗书相关文件已经交付给 调查的长官了 怎么会出来跟媒体说 他是因为阿嬷过世 调试不过来 他阿嬷是三月五号过世的 他的心理状态调试是去年七月就出状况了 十月的日记就揭露了 二月份就已经开始 连续四个月睡不了觉了 报告交给你们 你们只能把他做出来说 他是因为阿嬷过世 这对失去女儿的家属没办法接受 是的 所以发生事情的调查 要外单位调查 我不是不信任刘组长 刘组任 而是外单位调查 可以回避掉一些 我们自己保护自己 没办法看到真相 所以作为一个次长 作为一个国防部的高阶长官 我这三点建议你有什么想法 报告委员 首先您的关切 我想都是我们未来思考的方向 尤其是我讲 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 他说我们跑着 我们感同身受 所以刚才陈定委员在问的时候 市长我现在想掉眼泪 因为他毕竟是我们的一份子 我希望你把问题解决掉 所以我说外界所有的声音 和所有的建议 我们都虚心接受 这个市长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后面还有一个案子要问你 舆情我们都会掉眼泪 但当个长官要解决问题 是的 不是研究的方向 你们一年选择亲生而死亡的 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 亲生死亡的一年26个 是 那个数字不小 你看蔡兆教那个国家 花多少时间精力 金钱栽培他 一路第一名上来 所以我刚才这三点建议 如果你觉得不好 我可以沟通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式不错的 请你做出来 我在委员会 我每次都会讲这句话 我们还会再见面 是是是 不是今天寻达完了就没事了 我会去追 我会追你们有没有建立一个 合理科学 医学的心腹制度 是 调查制度 是 然后对于我们中阶的干部的关怀 放了多少能量 怎么关怀 而不是像我们以前写报告 就是看起来没事就好了 是的 我接下来请问你 我们有个中型战术 那个主任可以回去做 没关系 中型战术轮车 我们有个采购电瓶案 我现在临时问你 你一定不了解 我请次长判断你是空军的 你来听听看这个采购案 有没有奇怪的地方 我们台湾的中型战术轮车 之前采购了一批电瓶 总共9680颗 金额是41159360元 买电瓶 电瓶要用在车上 这车是老车子了 十来年了 这个电瓶呢 要买的电瓶是 千酸电瓶 而千酸电瓶呢 你去业界问 这是一般的电瓶 不是属于什么国防机密 就是中型轮车 我们外面的卡车车子也可以用 那这个采购案 本来没有什么 我还仔细看了资料 第一个 我们中型轮车 如果过期的话 现在过期保固 是哪一家公司在负责 我可不可以请我们采购师来回答一下 委呃委员好 国防采购是采购管理输出 这个案子你知道吗 您是说中型轮车的案子 中型轮车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保固期限 我们跟美国那个Navist买的 他已经过了保固期限 你们保固是丢给哪个公司处理 你知不知道 跟委员报告 如果说我们采购的合约是跟谁买的 他保固期过了 不对不对 你这个保固期过了 保固期过了以后 就是我们自己的维护的问题 我告诉你 我不给你考试 我们的保固期过了 是请台湾三洋公司继续保固 而台湾三洋公司 根据你们的规范去保固呢 采用的是什么电池呢 韩国制的电池 你们是OK的 这也签约了 也继续在维修这个中型轮车 保固的时候是用 韩国的电池可以 结果呢 你们最近要采购这一批 9680颗的电瓶 你们却在招标的公约上 公开是指定 Naviste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就是指定原来的那一家轮车的厂商 第一个 招标指定厂商 这叫绑规格标 限制标 那合理的话也可以 因为就他有而已 你们弄了一个限制性招标 绑在Navist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这家公司 它的价格贵了好多倍 然后呢 这家公司呢 它本身没有做电池 它也是要给人家买 所以呢 国内呢 合法的厂商 有合用的 同行车可以用的电瓶 因为你这个规范 它就不能用了 然后厂商问了我们的后勤单位 陆军后勤指挥部说 你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下 这个电瓶的同品质规格 我们可以提供同品质规格 因为武器国造嘛 尽量台湾制造的 你们陆军后勤司令部怎么说你知道吗 不知道 有没有规格 因为委员讲的这个案子 是属于那个陆军全责的案子 可能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刚才讲我不是跟你考试 我是让你们去了解 我告诉你陆军回答说 我们还没有建立 我看我引用他的文字 国内尚未完成规格编定 十多年的车子 老旧的电磁 规格十多年还没有编定 然后呢 保固其过的车辆维护 可以让台湾三洋做 而且还可以用韩国的电磁 可是我要买新的电磁 不行 一定要买美国这个 这一家 Navist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供应的 贵了好多倍的电磁 市长 你在空军带部队那么久 你不觉得采购案听起来逻辑不通 报委员 您刚才所提到的问题 我想我们拿回去做一个检讨 因为我们过去的采购案里面 很多是限制性招标 或是职场的 市长 这个案子我只是个案例 我这边其实还一点 我今天问不完 我一个一个在看你们的采购案 我一页一页看 这个采购案的荒谬逻辑在哪里 我保固维修 买新品 指定美国的 然后十年来 台湾的业者 因为我们现在希望武器在台湾 能够提供自主领主件 台湾业者说 这个电瓶 其实美国买的也是我们供应的 这个电瓶台湾可以制造 这个电瓶的规格 你只要开出来 我们政府采购法 主席抱歉 开给我一分钟 我们政府采购法可以提供同级 同规格 我就是避免被绑标嘛 你的要五万块 我五千块买得到 我为什么被绑标 我们才要建立编定这个规格规范 结果 对国内的厂商 十多年了 没有编定规格 也就是没办法替代 可是保固维修 却又允许得标的厂商 用韩国的电磁代替 这对美国的厂商那么好 对韩国的电磁那么好 台湾自制的电磁不能用 你说这有没有问题 包围 因为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 我想是矛盾 这个我也带回去做 这个管理上有问题 然后浪费了国家公帑 而且紧急状态的时候 你要补充这个电瓶 你还全部要从韩国跟美国拿 所以就这个个案 我希望你去了解 而且不是这个案子 我们很多东西 绑规格限制性招标 是不得已的 可是我们当领导长官 要实时去检视说 这个规格到了一个期限 我有规格编定之后 国内厂商就能供应 我回来买台湾的嘛 我干嘛一定要跟老美买 那这个事情就明明 韩国的可以装了 台湾哪也不能供应 这个是不合理的 请你去调查 我们回去调查 我其他案子 我再陆续跟你们请教 谢谢委员 谢谢主席 谢谢 谢谢 陈怡洁 陈怡洁 陈怡洁委员 萧美琴 萧美琴 萧美琴委员 黄伟哲 黄伟哲 黄伟哲委员 陈欧伯 陈欧伯 陈欧伯委员 简东明 简东明 简东明委员 徐永明 徐永明 徐永明委员 赖世保 赖世保 赖世保委员 林德福 林德福 林德福委员 卢秀燕 卢秀燕 卢秀燕委员 曾明宗 曾明宗 曾明宗委员 徐贞卫 徐贞卫 徐贞卫委员 陈赖苏美 陈赖苏美 陈赖苏美委员 黄昭順 黄昭順 黄昭順委员 王惠美 王惠美 王惠美委员 孔文吉 孔文吉 孔文吉委员 林俊憲 林俊憲委员 蔣乃欣 蔡乃欣 蔡乃欣 蔡义渝 蔡义渝 蔡义渝委员 邱志伟 張立善 張立善 張立善委員 馬文均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請次長 毛雲早 市長早 雖然我從早上 聽到 你的回答 其实我觉得 你的回答 反而 還比較有條理 然後對政策還比較清楚 可是我想要請教的是 為什麼今天部長 副部長都請假 我跟委員報告 部長今天是到南部去市島 第一次市島演習部隊 因為他 他沒有其他的時間可以去 今天剛好是排定 他演習的時間就在今天 什麼時候排定的 上個禮拜五就已經 預罷了 這個委員會大概什麼時候知道的 我想要講的是 今天我們有很多 新政府在很多的政策面上 有很多新的作為 有很多新的政策 今天身為部會首長 今天所有的內閣成員 如果常常只是回避 然後不來參加 你不為政策辯護 不為政策做有效的論述 其實這樣讓未來 整體的政策執行上 不會有困難嗎 今天我看大家很多在質疑的 就是以現階段像剛剛的 雲豹甲車 雲豹甲車這個也是 那未來新政府其實提出來的 有很多的政策面向 你說週末戰事 你說第四軍種 國建國造 國基國造 還有自殺的重溜輔恤 還有4000億的國防預算 GDP要高於3等等 有這麼多的政策方向 今天部長都沒有辦法 他算長請假耶 比例非常高 所以是不是對這個不重視 對整個政策的執行不重視 還是未來它怎麼發生都沒關係 反正我們事後再檢討就好了 我們今天就來談一談 雲豹甲車好了 其實未來我們的國基國造跟國建國造 可能都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國防自主的一個方案 可是其實最早的國防自主 有一個很算是陸軍其實建構的 就是我們的雲豹甲車 從民國74年1985年就開始了 如果論他的前身 大概30年前就在製造六輪甲車 對不對 我們還特別 中科院還特別派了一組人到愛爾蘭去學 後來發現 當然有做出來啦 可是他的中間還經過很多波折 而且現在在國際上還有一點問題 那個我們姑且不談 可是後來發現六輪甲車也許不符我們的需要 我們又研發了希望可以製造八輪甲車 就是我們現在的雲豹甲車 可是雲豹甲車它的總預算金額高達570億 雲豹甲車在這過程我剛剛講 從一開始有點國防自主的概念 希望我們自行製造的時候 到現在歷程大概30年 就次長你的看法 還有處長你們的看法 覺得這個案子 他的過程怎麼樣 或者他現在的執行狀況 你們覺得成效 如何 我想請這個貨管處處長來做回答 委員好 我是軍備局貨管處處長 那麼向委員說明 其實的話呢 八輪甲車的話 他確實是我們這個在國內的話 我們自行研發 我們現在生產 所以的話 這個的話對我們來說 對國人的話呢 都是一種鼓舞 那對我們軍方來說的話 這個裝備的話 也部署多年 不要講形容詞 我是說它的成效 因為我要的是成效 你既然做出來了 我有聽說 妥善率90% 是放著沒有動 還是它的妥善率怎麼算出來的 現在我們要很清楚的去釐清 因為為什麼我特別提到 雲爆甲車這個案子 因為未來它 其實它已經算是一個大前坑 在中間的過程當中 紛紛擾擾 當然 其實我們自行研發 中間有很多的過程 一定是有碰到困難 那都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一直在精進 我們怎麼樣讓它更好 讓我們自己國內有這樣能量 其實這個投注預算 才有那個意義 今天570億的預算 就可以弄得這樣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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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 還甚至進到法院 到現在剛剛QUI我也聽說趙偉在提 是不是可能有終止合約的狀況 合約管理我們希望 未來在後續的一些國防自主的案子 其實你們就要很清楚 從這裡面去學習 我們有什麼做得不夠好 或者有什麼地方應該要改進的 這個只有570億 未來你們還包括國籍國照 還包括國劍國照 國劍國照甚至高達8000億 這個預算是以倍數計算 你們能夠做得出來嗎 雲豹假設在路上 其實它的困難度都沒有潛艦高 潛艦是大家現在目前認為 其實最困難的 剛剛有提到說要找國外的廠商來合作 國外廠商如果他們予取予求 如果我們到後來我們的關鍵技術 還是沒有辦法做一些主導的時候 國防自主就是假的 所以我們希望旅遊這個案子 雖然是570億 也是用了我們非常多的預算 這中間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它中間其實因為這個在媒體上面 也都有鋪陳過 所以我想也不會造成大家的困難 不過我們認同說在這30年當中 我們在過程雖然有碰到困難 你只要有修正有精進 我們認為都還是好的 問題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說 它真的是不是有那麼好 所以你們不要現在 因為你有些官司還在進行 你可以70幾億的預算 後來它變成40億飆到是不是 現在發生狀況的 是這個的話呢當初的話呢確實我們在執行上面來講的話呢當初的話呢是以這個對低價得標的這個模式 所以的話呢當初的現在的這個執行的底盤廠商中心電工當初是以低價來得標的 為什麼當初我們會認為它這樣合理 你的預算金的高達70幾億可是它只用40億中間價差30億 你們居然認為它可以做第一就是我們的尋教我們的定價有問題第二就是它的品質會有問題嘛這中間我們居然沒有辦法有效的去防止 所以你讓後續的案子現在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我想要再舉一個例子炮塔是誰做的 目前的話呢現在這一批40榴彈的話呢它的槍塔的話是由我們居美局生產資料中心 不是槍塔我說的是砲塔 也是我們做的對不對 就是你們說的槍塔啦 報名對不起 報名因為後續的話呢還有另外一種車型的 那個的話呢是另外一種砲塔 三菱砲塔 三菱砲炮的 三菱砲炮的是自己研發還是用買的 是自己研發 三菱砲炮 是三菱砲炮 泡塔是自己研發 買的話呢我們未來的話是 泡的話目前的話呢我們希望是外購的模式是一個承索的 已經確定要外購了 因為當初其實我們就是要自己研發 所以其實才說國防自主那時候我們做不出來 所以中科我們目前軍備局自己做到 泡塔對不對 是 就你說三菱砲 可是為什麼要委中科院 因為反正你就自己買嘛 不是因為這個中間的一些過程的話就是原先的話呢我們也曾經希望 希望的話呢我們也曾經向外 準備當初有考量過向外來來採購 但那個價錢的話呢大概是我們自製的兩倍 所以當初的話我們就自己 你現在又回到原點你還是必須外購啊 你做不出來啊 但跟委員要說明就是目前的話呢我們針對這個砲 三菱鏈砲的砲來採購 所以這個金額來說的話 比相對買砲塔加砲的話 那我現在要請教的是說 好砲塔我們自己能做的嘛 而且是我們自己 軍備局自己做出來的 那為什麼你買砲 不要自己買 為什麼要委中科院 我的意思是為什麼要委中科院買 這個砲的話呢這個採購 這個採購案的話呢是生日中心 第205廠的案子 我們只是把砲買回來之後 再交給中科院 是你們買的嗎 還是委中科院買 為什麼要在委中科院 在委中科院是我買來砲之後 中科院要做系統整合 處長這個部分我希望你慎重的回答 因為你這個後續的問題 跟你前面我們所有的規劃 還有我們的戰需都有很大的影響 今天我們如果自己沒有辦法做出來 那也沒關係 因為你未來很多國防自主 你現在國際國造 國建國造 都會面臨這種問題 我現在特別提出來的是 你如果到時候 你做不出來以後 你跟人家買的時候 其實現在還是買貴了啦 因為就一家嘛 你今天必須要跟人家買的時候 你就是必須用很高的預算 我們希望你們在整個 整個政策在執行的時候 尤其這樣的這麼高的國防預算 你們一定要有通盤的考量 我之前也請教過啊 漢翔可不可以 國際國造他們有沒有問題 市長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開標的階段 所有的國內的廠家 都是我們未來在投標的廠商 合格廠商的這個名單裡面 我想至於說他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國外也可以來 不不 目前來講 我們還是用國內的廠家 國內他的 比如說國內好了 能量最高的是哪裡 漢翔嗎 漢翔 如果漢翔不能做別的可以做嗎 我想我們國內還有好幾家廠家 像曹龍航宇啊 甚至於說這個很多的這個集團 他如果說願意出來做 承擔這個招標的話 所以你們的作詢要很清楚嗎 我們會很清楚 因為如果說這麼容易 大家都有很多的能量 國內的很多的集團都可以做 表示這個不是很困難 過去我們曾經在空軍有航發中心 我們人才也出去了 那我們現在 我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再細細的討論 不過未來還有很多時間 我今天特別再次強調 我們從我們的雲豹假車 這個招標的過程 還有他現在的基本的成效 他面臨的問題 大家去做全盤的考量 去做全盤的分析 還有在中間發生的措施 應該要怎麼樣在未來 其實要有一個預防 我希望都可以先做出來 不過首先你們要先知道 雲豹假車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有哪些缺失 如果你們找不出來 未來這些還是會重複發生 是的 謝謝委員知道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本次議程已經登記質詢委員 除了不在場外 均已發言完畢 報告及巡答結束 那我們要處理兩個臨時提案 請議事人員宣讀 臨時提案一 尋求最合法合理之解套機制 同時依請國防部針對此案 兩個月內提供涉案 相關人員之懲處及配套機制 提案人劉世芳 蔡世英 王定宇 呂孫林 羅志正 以上宣讀 來 國防部有沒有意見 來 請 報告委員 有關剛剛提案的這個議題 我們會按照這個這個文會的提案的程序來做 只是這邊有一個地方想要跟這個委員這邊 釐清一下 有關那個像公共工程委員研議中止期限 那個意思 委員的意思是說 這個合約是不是可以先暫停的意思 你先研議一下 就是我剛剛在質詢的時候有提到 你們的採購法 因為你們回答的時候是說 要等那個法院判刑確定才可以求償 那我現在講的不是求償 那可能這個標案裡面 對 我現在講的這個標案裡面 應該就是指你們的這個動力底盤的系統 好 這樣我們了解 可以嗎 是 是 沒有 沒有 不是 他們要先求 報告委員 這個文會按照這個 這個委員的那個提案的方向來研議這個事情 對 你們要趕快找那個公共工程委會好嗎 是 是 不要讓這個不好的這個影響繼續持續下去 沒有問題 是 好 那你可以接受是嗎 那那個中止的中是中間的中還是暫時停止嗎 所以是中止的中間的中嘛 中不是結束的意思 是暫時停止中間的中 你請一下那個法律以及那個採購法的人 幫忙處理一下 這是應該哪一種好嗎 好嗎 這個非常嚴肅啦 這非常嚴肅的議題 如果我們國防部沒有好好處理的話 未來確實還有大案 包括國機國照或國艦國照 一定會再發生同樣的弊案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第二案 臨時提案2 有鑑於陸海空軍薰賞條例 自民國41年修訂至今未在修正 諸多授勳條件已不合時宜 且現在軍人任務繁多 不僅暫時保衛國家 平時亦多有協助救災救難之任務 現行陸海空軍薰賞條例 無法實質發揮鼓勵軍人勇於執行職務之本意 為爭妥事 顯有修法之必要 原要求國防部立即檢討 於三個月內提出修法草案 送立法院審查 提案人 江啟臣 馬文軍 呂孫林 徐志榮 呂玉林 羅志正 以上宣讀 向主席和各委員提案委員報告 那麼我們尊重委員的這個提案 但是我建議就是後面那個三個月內提出修法草案 這個三個月 可能因為我們不要要尋法治作業的程序 要徵詢很多意見 那另外就是還要送行政審查 所以我們建議把三個月改為禁述 或者是在下個會期內 是不是請委員同意 下會期結束前 是 謝委員 其他沒有意見 下會期結束前 請問一下各委員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是修正通過 把三個月改成下會期結束前 好 謝謝 那本次會議有委員林常佐 呂孫林 等提出書面質詢請列入記錄並且刊登公報 也請相關單位以書面在兩週內答覆 委員口頭質詢未及答覆的部分 或要求補充資料的請相關單位在書面以兩週內提供 那我們現在審查 那個市長需要休息嗎 不需要 那我們現在審查陸海空軍欣賞條例第六條條文 請議事人員宣讀條文 陸海空軍欣賞條例第六條 中勇勳章部分等級 凡陸海空軍軍人捍衛外武英勇作戰負傷不退者頒給之 陸海空軍軍人於執行任務時 為保衛民眾忠於職守 自動表現超越尋常之英勇行為 足之精釋者得由總統特令頒給之 以上宣讀 那個市長 報委員剛剛跟提案委員也做過報告 就是在這個修正條文裡面的這個第二款的部分 有關自動這兩個字建議刪除 那另外一個就是足之精釋者頒給之 那麼得由總統特令這幾個字也建議刪除 其他沒有意見 蔡委員 沒有意見 好 那我們顯然溝通的相當的好 好 那我們修正條文就按照剛剛講的 在原來的提案裡面 請我們的議事人員再全部唸一遍 就修正條文本身 第六條 中勇勳章不分等級 凡陸海空軍軍人捍衛外武英勇作戰負傷不退者頒給之 陸海空軍軍人於執行任務時 為保衛民眾忠於職守 表現超越尋常之英勇行為 足之精釋者頒給之 以上宣讀 好 請問一下各位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修正通過 那有關陸海空軍欣賞條例第六條條文 願意審查玩具送請院會審議 院會審議的時候是否需要黨團協商 不需要 沒有意見 好 那院會審議時請推派一位代表做法案說明 蔡委員 蔡委員 蔡委員適應 謝謝 好 非常謝謝蔡委員的努力 好 那我們今天開會到這邊散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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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塊 我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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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